有这么一个人 我这一说呢 大伙就知道 和广州呢 谁呀 我三哥 造三哥 这不吗 黄强给来的电话 三哥嘎巴着一接 啊 三哥呀 回来吧 什么意思 说三哥呀 这头啊 你老厉害了 我老厉害了 啥意思 说三哥呀 你料事如神呐 我料事如神 怎么的 说老外跟这个小贤 有结果了 哎呀妈呀 那哪是有结果了 可以说是逆天了 逆天了 什么意思 三哥 你猜他们两伙 掐来掐去 最终谁倒了 你天了 谁倒了 黄强啊 老歪倒了 三哥 你老厉害了 我老佩服你了 真的假的 三哥呀 这我能给你开玩笑吗 哎呀妈呀 说你这么的啊 这头啊 我下午飞机 我直接呀 飞回长村 到时候接我 哎哎 行三哥 那我知道了 嘎巴电话 这么一挂 我三哥给他 叼个小银 给广州学千术呢 三哥不是开局子的吗 我三哥没啥事 就往广州跑 有个师父 挺厉害 叫他千术 巴巴的 他妈的 说我赵洪林 是我点高卧 还是我运筹帷幄呀 啊 说老歪和他妈小贤 聊伙之间 小贤 把老歪给掐了 他妈的 说这他妈可邪了啊 就这样 三哥呢 背个小包 坐着小飞机 滋滋啦啦的 就干回长村了 黄强等人来接的 这一见面 三哥 三哥这一上车 这头就着急了 说那个黄强啊 咋回事到底呀 说三哥呀 哎呀 你这么得吧 说回到局子上 我跟你学 说他妈我着急听呢 啊 你给我说道说道 三哥呀 说你看啊 当时你走的时候 你不留下话呢吗 说老歪呀 和小贤 他妈聊伙之间呢 这头呢 你哪头都不站 看最终结果 三哥呀 要我说你太厉害了 如果说当时 要是说按照我们内心来讲 那咱们肯定得站在老歪这头 因为老歪人多事重 长存正儿八经的一把大哥 小贤在社会上跟他插断 但是三哥 咱们呢 你他妈的一惊一炸 吓我一跳 说三哥 我告诉你啊 小贤背后啊 有高人哪 多高啊 不是 多高个人哪 不是身高的高 那是什么意思 三哥呀 那这个你还能不明白吗 背后有狠人 狠人 罗四海啊 不是说刀枪炮的 嗯 据听说啊 是美国人 哪的人 美国人 小贤背后有美国人 啊 你他妈咋喝酒了 你拿我给他当小孩呢 什么什么美国人 我也是听别人说的 咱也没见过呀 但是老厉害了 说是咱们呢 那有的事前 那家里头啊 得蹭个几十亿了 而且说就是说 在官方这方面 通天了 背后有这个人 哎呀妈呀 三哥 老邪乎了 老歪乃至二道 就是说所有跟老歪关系靠的 跟老歪一起跟小贤 可这儿呢 这帮人全给抓下来了 哎呀 完了呢 要判他们 这头据听说吧 要给老歪呀 判死了 说老歪是二道黑车会头子 后期呀 老歪服软了 小贤 这不嘛 让这个方山东子 和这个君子给打了嘛 我差点没给打死 这我不给你汇报了吗 我知道 后来小贤 他不跑到这个吉林市了吗 这头老歪这一伙人就进去了 要对这一伙人进行处理呢 后来老歪服软了 老歪把山东子和君子给交出来了 整奥江南海岸了 这头啊 给吉巴这个山东子和这个君子 打废了 老歪差点没跪下 扶软了 社会不玩了 可以说现在长存正儿八经的社会大哥 那就得说是能管小贤 美国人 啊 说他妈的 说小贤背后有人我肯定知道啊 但是有美国人 三哥 都这么说 谁看着了 反正我是没看着 三哥 要我说你厉害呢 当时这个事 就一出了以后 老歪这头被掐服以后 我就给内心里头 三哥 我就给你竖了十个大拇指 你太厉害了 你就赶到三国演义里那孔明了 黄强啊 我告诉你啊 有些事 不到最后 咱们不能着急下定论 如果当时 咱们只看表面现象 说老歪拿捏小贤 板板正正 利利缩缩 咱们要投了老歪了 要去捧老歪了 现在咱们的下场将是如何 还用三哥多说吗 三哥 要说你厉害就厉害在这儿呢 你嘎嘎的 哎 说那小贤现在搁哪呢 现在搁江南海岸呢 那现在老多人找个办事了 那长村都哄哄开了 那谁不知道啊 长村稳坐一把大哥了 那个 直接跟我回家 妈 说那个不回局的 回家求点东西 妈我得去一趟 就这样 回到三哥的家中了 黄强呢 也跟上来了 这王红这一瞅 说回来了 回来了 那个 我那前不跟你说 我有点事 妈 说黄强啊 来你给我进来 来 就来到礼屋了 三哥那礼屋有好东西 什么 明烟了 明酒了 三哥呀 都放在这屋 那当时啊 把那老茅台 年线非常好的 要黄强啊 搬出来两箱了 三哥 说你这干啥呀 干啥 我肯定是有用呗 我干啥 那什么 咱们再来 那个 那箱子烟 也搬上 三哥 说你这是要送礼呀 送啥人呢 要说你这脑袋 咱们就不够钻 送啥人 送小贤呗 三哥 说人家有难的时候 咱们 有难的时候 我不没个家吗 我电话 我打了 我跟广州 我不有事吗 如果我没事的情况下 我领你们 我不得帮着小贤 干老歪吗 三哥 咱俩之间 说你说这话 我都不信 你什么不信啊 你三哥干不出来呀 我他妈那是没个家 我告诉你说话 你住点意啊 我看你说话 这两天 有点不他妈太严谨 三哥 你真的 就你演戏啊 三哥 你比他演员演得好 真的 你说咱俩之间 你说你跟我演啥呀 我跟你演啥呀 我说的是真心话 心里话 别这么胡说八道一天 我是没赶上 赶上我必须 我得知道 我站在谁的面 老歪在牛逼怎么的 我怕他呀 你怕我都不再怕的 赶紧的 搬东西 就这么的 烟了酒了叮光的 全搬出来了 这王洪这一瞅 说三你这是给谁送礼 你挺下血本啊 跟你没有关系的事啊 你就给家呆了就得了 你晚上早点回来啊 我早点回来干啥呀 我不吵事呢 你都多少天不可加了 你这头 我 我还明说吗 黄强搁这呢 哎呀 你挺大人 你怎么事你 老妇老妻了 你扯扯干啥呀 我告诉你早点回来啊 晚上等一下了 你看你这人 为啥 你嫂子累 他妈开玩笑 你这不喝酒了 我喝什么酒 我喝酒 你早点回来 早点回来得了 我给你个惊喜 行了 他妈黄强搁这个 他妈脏腿就来这一天 先走了 赶紧的 搬下来 这头就搬下来 这一搬下来以后 把这烟酒啥的 就放到车上来 这不嘛 开车就奔往江南海岸了 就我三哥那个脸啊 厚到什么程度 就是说你拿缝马带 那个大马针 砸都砸不透 你说他那个脸 牛逼不牛逼吗 我就告诉你 往往这样的人 他能成为大事 他没有底线 这人要是说 没有底线 哥你且记吧 牛逼得很啊 这往往来了 这一到这个 就告诉黄强了 赶紧的 烟酒搬出来 黄强叮光的 搬出来 往屋里这么一进 那么你看吧 当时啊 这个 韩东伟 搁这儿呢 这个经理 说这不 赵三哥吗 哎呀 韩经理 老七他们 乒乓的 包括大威 也搁这块 雕小烟 哎呀 我操 三哥吗 哎 七兄的 说三哥 啥想回来的 哎呀 出门了 可别提了 这头 我跟你说 七兄的呀 三哥 心急如焚啊 就是说 你大哥 跟这个老外 这个事 我是一个劲 我想回来呀 但是奈何呀 可那边 我他妈出事了 出事了 出什么事了三哥 我上那边 不学这个 技术去了吗 学啥技术啊 哎呀 说兄弟 我不放局去吗 这头 是不是 我学点技术 可那边呀 咱的技术 不太成熟 我出去嘚嘚去了 就这么的 跟人家五马超了 对面 他们七个人 我自己 我唠叨仨 最终啊 他妈的 人家人多 我没招 给我撩倒了 我和广州 住院来的 三哥 那你没伤啊 兄弟呀 那伤还不得好吗 一点痕迹没有 哎呀 兄弟呀 都是内伤啊 给我打懵了 啊 这三哥 啥时候回来的 我江下飞机 这不黄翔搁这儿的吗 江给我接过来 我这头 赶紧我不就来了吗 你知道给我急成啥样啊 我都上老火了 说你大哥 是不是搁这儿呢 我大哥搁楼上的 那行 七兄弟 完了之后 你们忙你们的 这头啊 我给你大哥 拿点烟拿点酒 我都不舍得抽 不舍得喝 我跟你说 这酒总有年限的 你这烟啥的 你看看 哎呀 这三哥呀 这酒太牛逼了 哎呀 好烟啊 那还说啥呀 我舍不得喝 舍不得抽 我先上去了啊 那行三哥 你上去吧 就这样 乒乓上来了 这一上来 拨打坊的 贤哥和这个办公室呢 贤哥现在呀 这个脑袋 恢复的 挺好的 但是不能 完好如初了 后面是假的 三哥会整井啊 敲门呐 这头雷阵子 搁这家也雕小音 谁呀 兄弟呀 说我 你造三哥 大哥 造三 开门吧 这门嘎巴一打开 三哥这一瞅雷阵子 雷兄弟 什么 不是 那个 方子兄弟 进来吧三哥 说大哥个礼物呢 拖来拖来拖来 这赶紧的来来 搬进来 往里面这一来 三哥那脸呢 可以说乐开花的 大脸也大 长得肥胡的 兄弟 先给你看一下 造三哥 说这个 回来了 兄弟呀 我是火急火了的呀 今天呢 才到家呀 我要是搁广州那边 我不出事 我早都回来了 兄弟 兄弟 这头 家里人呢 总给我打电话 我总问 我惦记呀 我说你跟老外之间 到底是 怎么回事啊 是不是 说他妈的 你三哥 我心里头 我跟你说啊 我如果说 不搁广州出事 你别看我是个放局的 我就是把这条命 我豁出去 我也得站在你这头 三哥 说你说这话呢 我信 兄弟你笑 你不相信三哥说的话 是不是 你要是不相信 你三哥 现在我把电话 我给老外摁过去 我骂他 我大口骂他 你信不信 兄弟你看 我现在我就给他拨过去 三哥 撂下吧 撂下 不是兄弟 我一表东西 你别看啊 说老外 当时葛基巴这个长村 说他妈的 牛逼哄哄的 这个那个的啊 长村一把大哥 但是我告诉你兄弟 别人我可管不了 你要是说跟他这个那个的 我只能站在你这头 就把我造三的命 豁出去 兄弟 我也得站在你这 老外人品 他就不行 仗着葛基巴二道 人多失踪 跟这个胡哈 和那个他妈的 装什么王八竹的 我告诉你兄弟 你这是刚出来没两年 你要是像踏实的 一直在长村 稳稳的 搁这块坐着 兄弟啊 那你大得都没毛了 我跟你说 三哥说这话 绝对不是说捧你啊 我绝对不是说锦上添花 你三哥不是那眼 我绝对是雪洞送炭的眼 脖子跟方子搁这嘎头啊 臭三哥 贤哥哥这个啊 也是微微一秀 说这个 三哥呀 你也挺累的 刚这个下飞机 就跑我这来的 说这么的 你坐那歇一会儿 兄弟真的 你要不要歇 我现在给打电话 我就骂他 那你基本咋的 这个那个的 说你坐那吧 三哥 坐这儿呢 兄弟啊 说这头那啥呢 三哥呀 家里啊 搬过来的 没舍得喝 那酒啊 有年头了 我始终舍不得喝 就给你留着呢 说三哥 你这 这么惦记我 哎呀妈呀 兄弟啊 那何止是惦记呀 那可以说是朝思暮想啊 就是个梦里头 我都他妈知道 你三哥 我不是什么孙明先生啊 但是我就知道啥呢 你跟老歪 你俩这场战 你别瞎着 为什么这么说 咱分析 说要嫌你身边啊 要敢打的 有敢打的 要会他妈功夫的 有会功夫的 背后要人有人 咱说你差啥呀 你就是刚回长村 时间短 所以说三哥 必须读你个长村 坐稳一把大哥这个位置 你看 就打我这话 就来了 三哥 这这个 我都不知道啊 该说啥 兄弟 啥都不用说 三哥反正 在这给你保证啊 你往后你个长村 你有个啥事 你需要你三哥去做的啊 三哥投拱地 我能做的 我倾其所有去做 我不能做的 我求人 我求爷爷 高奶奶 我给人家他妈的鞠躬下跪 我都得去做 兄弟 我告诉你啊 你三哥绝对不是说 我当你面 我说这话 你问黄祥 真的 我当时在广州的时候 这头你也没问我 我和广州 出啥事呢 我不学技术去了吗 给人干起来了 让人给我打了 给我打过枪 我给医院里的时候 我给黄祥打电话 我就说了 我说如果说小贤 要是跟老歪 他俩掐起来了 最终老歪 把我贤给掐了 你记得 我回长村以后 我不惜一切代价 这头我得跟他整 我帮你 你这兄弟 他妈可教我 老歪不行啊 老歪是啥人品啊 兄弟啊 真的 说你三哥 绝对敢搁你 他妈的这个 身上赌 我敢赌明天 黄祥可这个丫头 烟酒啥也放着呢 三哥这回头 你干嘛呢 说三哥 你说得对 说那啥 贤哥 我三哥确实啊 这个 和广州那段时间 打电话 总问 这个惦记 这真像我三哥所说的 说真惦记 贤哥一手 说三哥 这个 多久不说了 我这人呢 也不会说 不会老的 兄弟啊 咱们之间 没啥说 没啥唠嘞 烟酒啊 那啥都不算 说今儿个呀 我高高低低的 我底呀 说请你吃点饭 你务必得给三哥 这个面子 你要是不给我 不给我造餐 这个面子 闲呐 你三哥这心就下了 真的 我是天天惦记这事啊 这我听黄强 说完以后 哎呀 我高兴完了 再一个 兄弟 三哥有个事儿 我想问问你 说你说吧 三哥 那个 说我这也不知道该问不该问啊 说你问吧 那三哥 没啥 该问不该问的 怎么的呢 这个黄强跟我说的 三哥 我也是听别人说的啊 这都是外界传的 说你背后有个美国人 说 这头这人是搁哪呢 什么人 美国人 美国人 什么美国人呢 说这头 这把半老歪 不是你背后 这个美国人给你搬的吗 不搁他跟方子搁这嘎 瞅瞅贤哥 贤哥也瞅瞅他俩 说三哥 你听谁说的啊 我听黄强说的 黄强搁这 说贤哥 我是听外界传的啊 人家说 你背后有一个美国人 挺高 是 兄弟 说这咋接触上美国人了呢 咋有机会吧 三哥 有机会 我好好跟你聊一聊 好好跟你学到学到 行 说兄弟 这说不方便啊 三哥不问 你不方便 三哥绝对不问 那什么呗 说正好你看看 也下午来 咱出去吃口饭 三哥 说我请你 你看你那大老远回来 下飞机上我这来 来给我拿这些东西 我得拿牌你 那不行啊 兄弟你要是这样事 这饭产就别吃了 你没瞧得起你三哥 你三哥诚心诚心来 拿牌你们吃饭来了 那你要是这样事的 那你三哥 那我啥也不说 我就回去了兄弟 那你没瞧得起我呀 德行三哥 那你请我 兄弟 长存事你随便点 你想去哪吃 咱就去哪吃 说这么对吧 就搁这府聚城 那府聚城 那咱们这嘎头 还算可以 不行 必须中傲大度会 到那嘎头 说咱们把酒延欢 好好喝点 这头兄弟 我替你高兴啊 现在个长存 谁不知道你 这个 三哥这位也高兴 说那啥 那咱走吧 就这样 大家伙也出来了 老七呢 这一看贤哥 他们叮光全下来了 大哥 说干啥 就带我一个呗 你可家吧 三哥一整的啥呗 就把兄弟都喊上 这拉倒吧 这头家里头不少事 就咱们几个去得了 那行 七兄弟啊 我改天 上三哥那嘎头 行 三哥 你慢点啊 就这样 大家伙就出来了 到中澳大都会 叮光 一顿吃 一顿喝 这头 赵三啊 用他那个 三寸不烂之舌吧 给贤哥呀 不能说说得多开心 但是他说的每一句话 要你听着得劲 你就放心 没有一句话 要你不得劲的 不管是谁 只要说跟赵四海隔一起 他要是能求得着你 他要是能用得着你 你记住 全是你乐听的话 而且说 有些不扛忽悠的人子 你直接就上道了 贤哥有定力啊 这些年了 可巴黎的里面 乃至说除了 大事小情呢 有钱的没钱的 当官的 当领导的 什么样的人都见过 所以说赵三这一套 贤哥呢 只能说啥呢 微微一笑 点点头 赵三呢 他就这样的人 那贤哥呢 了解他 人家笑脸来的 对不对 又给你拿东西 又这个又那个的 在一个贤哥 压根也没指着 说他妈的 赵三能为他做啥事 你就包括贤哥的老外干账 他能指赵三干点啥事 还没能咋地 赵三撩没影的个鸡巴的了 对不对 你还能指他呀 所以说贤哥心里头 是明镜的 大家伙有说有笑 吃吃喝喝就得 就这样 赵三也是发誓起冤的 说兄弟你有事 你看的啊 你看你三哥咋做就完了 咋问操的 我兄弟 一辈子兄弟 就这样 大家伙也吃完饭了 也喝完酒了 这不嘛 赵三哥满意地和黄翔回来了 跟车上黄翔就问他 那个三哥 说你真厉害呀 怎么呢 啥意思啊 说就是说咱们从哪进入江南海啊 乃至到中澳大都会吃饭 以及喝酒期间 三哥就你说那个话 你让我拿笔记 我都说不出来 啥意思啊 三哥 就是说你厉害呀 就是你那话都是跟哪来的 就是你让我学 你让我造本读 三哥 我整不出来 又说三哥 咱这帮兄弟就佩服你了 你真的 你老厉害了 就那个死人 三哥 我布莱玄的时候 你都能给说活了 你爹瓦子去吧 我说的都是肺腑之言 我告诉你 那小贤呢 我叫成三哥 没毛病吗 没毛病 那往后我就告诉你 那就是我弟弟 小贤有事 你看我咋做 头拱地 脑袋磕碎都行 操 你三哥有长下子 知道不 三哥你看 你这确实有长下子 所以这个 我也得都向三哥学习 就你这个B2的 这辈你学死 你也学不着 我一点皮毛 说三哥 我指定是不行 谁能跟你 学了一招办事 三哥 换句话来讲 就你身上的是没毛 你身上要是有毛 你皮那猴都厉害 怎么的 三哥 我就开个玩笑 这老他妈没必用的 你一个钉八个 回去 就这么的 开车钉光就回来 回来特别高兴 见到这个 见到那个的 三哥 进到办公室 小茶水也漆上 小鸭也叼上来 你看 人家就会 审时多事 就是哪怕 三哥说的一些话 他自己都觉得 特别虚假 特别的虚皮 甚都要虚 可是 三哥人就能说出来 为什么 脸厚啊 脸牛逼啊 二尺钩子都跑不透 所以说哥 这样的人 他吃香一下 你就伸手打他的时候 哥 他都得笑脸接着你 所以说这样的人 太了不得 太厉害了 就这样 三哥呢 这头呢 也仪表忠心了 贤哥呢 他们也回到这个江南海岸了 也喝点酒 这脖子跟这个方子 就跟贤哥说 说赵三儿这人呢 绝对不一般 说这人呢 太精明 太滑头了 说我知道 但是人家来了 给咱送工去 请咱吃饭 是吧 他也没有恶意 说那人 打我认识那天起 我就感觉这个人啊 就不一般 但是 走到现在来讲 他确实不一般 他为了不得罪我 也不得罪老歪 这头 躲出去了 才回来 所以说我告诉你 就这种人 咱们不能 说这个 怠慢了 这种人日后 了不得 真刀真枪的 咱不怕 但是说这样的人 咱得啊 提防着点 说行哥 那你要是明白就行 说咱们 旁观者 看得挺明白 你赵三人 那不是一般人 说大伙呢 跟他呀 就是说 留个心眼就完了 他只要是说 不伤害到咱们 他跟咱们 不玩别的 这头啊 说咱们不去理会他 明白了 就这样 那你看吧 这头 贤哥呢 回到江南海岸以后 四哥这边的三成大哥 就接了一个电话 这个电话呢 不是别人打过来的 是他自己家的一个 叔叔的儿子打过来的 那就他弟弟呗 姓啥那个 姓刘 叫刘善成 不是刘善成 刘善斌啊 三哥叫刘善成 他叫刘善斌 打过来的 三成的四哥他们呢 也给这个建材市场喝酒呢 因为这是下午了 都帮晚间了 这电话一拿起来 喂 说那个三哥 山斌的 三哥 说那个 葛长春的吧 葛长春的 说那啥 那个哥呀 说明儿个你过来呀 上哪儿啊 说上双阳呗 咱们的嘞 有事啊 说这头 我给这个 双阳啊 整了一个游戏厅 整个游戏厅 看别的 说游戏厅 那不是说 谁想干就能干 谁想开就能开的 这里面事不少呢 说哥 说你放心吧 这一左一右 我这个关系啥的呢 我都打通了 这头呢 罩着咱们 你官方打通了 社会这方面呢 说社会这头 咱们赶着围呗 反正既然说 你都已经要开业了 这头三哥有啥说啥 开游戏厅 是个挺操心的事 保不齐呀 会有什么事 不是我打击你 我说的都是 良心科 也是肺虎之言 因为你是我弟弟 咱们不是外人 既然说要开业 那大哥肯定 你说是啥呢 祝福你 但是啥事 一定得圆滑一点 一定要 整得明明白白的 不只是官方 社会这方面是最难缠的 三哥 说你放心吧 赶着整 那行 说明天几点呢 说这头啊 九点来周 说你九点多到这儿就行 那行 那我知道了 说哥 这头完了 有点面子 啥意思 说哥 咱知道啊 你跟这个藏村的 这个贤哥 关系绝对是尬尬的 我上长村的时候呢 我也看着了 说贤哥有一台这个奔驰 到时候你给开过来的 给我做做了啥的 行 那我知道了 好了 嘎巴 这电话这一挂 四哥哥就问他 说咋的了 三 说那啥四哥 那个 我淑加我一个弟弟 山斌 来过这块 说我知道 说这不嘛 那个 葛双阳啊 咱又一听 就开业 这头呢 他既然要开业了 我也不好 多说啥的 开那个逼玩 多操心呢 那可不咋的 说这头咋的 什么时候开业 说明儿了 那咱们一起过去呗 四哥 你就忙你们的 小事 妈到时候呢 我去就完事了 不是 这也不是外人 咱去随个礼 走过来往 不用 这头咱喝咱们酒 明天呢 我去溜的一圈 然后我有些事啥的 我嘱咐嘱咐他 毕竟是自己家人 那咱不用咱们去呀 不用四哥 那不用咱们去这头 说咱们他妈 那知道了 是不是 那就给拿俩钱啊 哎呀 四哥呀 多大心干啥呀 垃圾不倒吧 大江子 哎 哥 包拿过来 这头呢 包拿过来 我四哥现在条件好啊 够用啊 嘎巴就掏出一万块钱 往这这么一放 说这头 就咱们这哥几个 完了之后 你就看着 是不是 把这份子给随了 就你看四哥 哎呀拿着得了 就这样 大家伙都是说 从无到有啊 我四哥这人呢 一是仗义 再一个就是讲究 哎呀身边那哥们弟兄啥的呢 而且还贼户籍 就这样 大家伙喝完酒以后呢 哎 三城 这头啊 开了大面包子 就是四哥那晚上 搂来了 到这个江南海岸以后呢 往上面这么一来 跟贤哥就见面了 大哥 说咋的三 他把你的车给我开一趟 你干啥呀 说这头有点事 啥事啊 说你还非得问 你要问呢 这头啊 你就得出点血 啥意思 说我弟弟善宾 搁这个双阳啊 开了这么一个游戏厅 明天开业 让我去给做做脸 还特意啊 跟我说了 说你看 知道你有个大温馳 这头让我开过去 说这是什么家弟弟 我熟家弟弟呗 你都见过 可能你忘了 那我想起来了 说那头咱得过去啊 你们就不用去了 也不是什么大事 这头你把车给我开一趟得了 想给你瞅大忙不去的情况下 这头不也得给人随礼吗 那不随礼啥的 都知道了 那不好的 就从哪方面 这头咱得给人拿点钱啊 说你看我跟你说完以后啊 你们就得破费 那倒无所谓的事 就这么的 贤哥那个头侠里头 也拿出一万块钱 就交给这个三哥了 说你就看着整吧 咱们家地方啥的 一份心意 那行 那哥呀 我开一趟呗 他说你开吧 拨他把钥匙给他 就这么的 拨他呢 就把这个车钥匙交给了三哥 三哥这无嘛 开回建材市场了 来到第二天 三哥呀 带着四哥给的钱 带着闲哥给的钱 这头自己开小车 冰之巴的 就来到了这个松阳了 到松阳以后呢 这个门口啊 也可以说是张灯结彩了 炮茶的各方面也都摆好了 这不嘛 大奔驰就来到跟前了 而且说你看吧 老多人呢 搁这块来参加这个开业了 也都丑啊 卧槽 说这是来个奔驰啊 啊 说这家伙 这是谁啊 这么牛逼吗 啊 大伙都给这议论 那么你看这头 三哥下车了 当时啊 山滨就跑过来了 三哥啊 滨的 三哥 你真给我做脸啊 说你看吧 就是说 哥咱们有一厅门口吧 哪个车也赶快这车呀 说这车太牛逼了 不少人跟咱俩议论啊 说这是谁呀 哎呀 说也不是我的 妈 说哥呀 这跟你的还有啥区别呀 说那你跟那贤哥 从小到大的 是不是 说那就跟自己家的似的 那还有啥说呀 你这么的呢 这头啊 这个我给你说点事儿 啊 说哥你说吧 嗯 这个啊 贤哥给拿了一万块钱 哎呀妈呀 说这要人多心了嘛 那肥子给拿啊 我说不用他不干 你收拾吧 哎呀 三哥你说这 这是我这能收吗 你收的吧 啊 来 这是我的 你三哥 有点钱啊 但是说 手脚也大 这头拿五千得了啊 我说哥 这个来旁去有啥的 你忙活你的吧 我进屋溜达溜达 就这样往屋里这么一来 摆了能有二十多台机器吧 苹果机了 老虎机了 妈 包括呀什么这个 百家乐那个机器了 哎 不少机器 瞅得挺好的 三哥哥这嘎头 也不认识别人啊 哎 咯这嘎头瞅一瞅 看一看 是不是 就这样 很快吧 这头就开始放炮了 乒乓的 就证明了 开业了 当时呢 人家这个 双阳啊 东厂的 哎 是一个行政队的 也过来了 也过来给捧场来了 当时这个山滨呢 一看到这个行政队这个大哥来了 哎呀 说大哥 你看你这百忙当中 来给我捧场 必须的兄弟 妈 长得挺好的 哎呀大哥 说往后还得说 值得你啊 多关照我 那是一定的 这玩意咋说 那个围出来的 是不是 就这样 来到吃饭的时候呢 当时呢 那个这个游艺厅旁边 找了这么一个大馆子 大伙呢 有说有笑的 这头呢 这个山滨呢 也跟自己身边的朋友 介绍说 你看这是长吞的 我三哥 哎 说那个 我大一家 我三哥 说那个叫刘灿城 大伙也知道我开奔驰来的 这人了不得呀 哎 说三哥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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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互之间也都打招呼 三成这头呢 和这嘎头坐了一会儿 喝了一缸酒 然后呢 跟这个山滨来到一旁呢 说山滨呢 三哥跟你说那话啥的呢 你记得点 说开游戏厅呢 不是说谁想干就干的 虽说呢 你跟这个官方呢 有关系 但是我告诉你啊 保不齐 会遇到一些什么事 如果说有场难处的时候 你告诉哥一声 说哥你放心吧 这啥事没有 说刚刚来那个东厂的 是咱们双阳兴影队队长 那跟我关系嘎嘎的 行啊 说我兄弟那也挺尿性 是吧 认识行影队队长 三哥 说你看你这挖哭啊 说我跟你咋比呀 说咱们哥俩之间呢 比不比都无所谓 是不是 哥呢 是好心 也是好意 这玩意嘛 挺复杂的 反正呢 既然你说没问题 那就没问题 像你讲话呢 赶着围吧 是不是 说三哥你放心吧 啥事没有 那行 那我一会我就走了 不是 哥你给这住一宿呗 我住啥呀 你挺忙的 不少朋友茶的 是不是 来得起 你忙活他们吧 咱们都是自己家人 无所谓的 啥事去长村 这头啊 你告诉我 行 哥呀 说你看你就住一宿呗 我就不住了 哥几个 你们喝着啊 哎呀 说三哥回家 说我回去了 赶边有机会吧 来长村 就这么呢 三哥 上了大奔驰的 挺牛逼啊 音乐一放挺光的 开走了 这不就回来了吗 狗逼事没发生 挺好的 那么你看 他这个游戏厅 也正式营业的 那时候可以说 是人满为患的 他这个游戏厅 该咋是咋的啊 可双阳挺火的 叫宝龙游戏厅 双阳老人 肯定能知道 新鲜的 不少人呢 都来这来玩的 那晚上可说白了 就是耍钱嘛 刚开的买卖 而且他还新颖 老多人上 这来玩来的 买卖可以说是 火得一塌糊涂 但是哥你记住 你在挣钱的同时 就会出现一些问题 还会怎么样呢 还会有一些问题潜在 因为游戏厅来的人 鱼龙混杂 什么样的人都有 你保不齐会出什么事 自打把这游戏厅 开了一个多月以后 钱肯定是没手挣 但是事 他就出了 这小子 就是今天咱们要讲的 这个人物 姓高 叫高二胡 个头啊 能有个一米八左右吗 长得黑不差的 那俩大眼睛挺大 水方的 四方大脸的 有点啊 连毛糊子 这小子是干啥的哥 拉皮条的 这不嘛 哥外边吧 也喝得他妈醉满哈的 这不嘛 也就来到这个游戏厅 来玩来了 夹个小黑皮包 那个年代的人哥 后夹包 后腰呢 后别个卡红 牛逼轰轰呢 油脊膀逛篮子的 就拧着进来了 就开始啊 哥这咋玩上了 他玩的是啥呢 百家乐的那个台子 叮邦叮邦的 整上来 但是哥这个玩意 他有输就有赢 且记 说耍钱这个东西呢 静可量的去 别沾了 大家伙 哥们好 哥一起赢点吃喝的 没问题 但是说 一旦说正儿八经 耍钱了哥 十读九输 哪有赢家呀 对吧 这小子没多大 一会儿就 哥这咋输了 他们五六万了 这人 这不一输以后 心情就有点不太好 本身就喝点酒 这大伙肯定都经历过这样的人 搁这就摔摔打打的 就照着那个机器上 光光就一顿拍 什么点啊这是 什么基本机器这是 一点损都不给放了 我俏理妈的 巴巴的就搁这一顿拍 那你看他搁这个 都像他妈砸机器似的 那人家这个服务员啥的 那肯定得过来呀 那人家不能让你说 搁这嘎乒乓的 造那个机器上面 一顿砸呀 说大哥 大哥 咋的 说大哥你看 这头说你看 大哥这机器不能这么砸呀 你要是这么砸的 小时候下不砸坏了吗 我俏理妈的 怎么呢 说我搁你这嘎 他妈的个逼的 没多大一会儿 我输了五六万块钱 我拍的你机器两下了 怎么呢不高兴了 再一个你是干鸡巴的你啊 我俏理妈的 不是说大哥你看我就是一个服务员 说咱们拿着老板的工资 咱们就得负责 说哥你看这头书了 是不是改天再过来 今天可能是手气不好 我俏理妈的 怎么那时候拍的两下了不行啊 大哥 这不容易拍坏了吗 这老弟也没别的意思 我俏理妈 你给我滚犊子啊 滚 这服务员一瞅着大哥那啥 消消气 大哥那啥我给你 瞅瓶锁去 瞅个鸡巴瞅啊 老板呢 说老板没搁这儿 俏理妈的 说我搁这个啊 输他妈五六万 这头怎么呢 不得给我挽回烦点啊 说那你看 说大哥我一个服务员 我做不了主 谁能做主啊 那肯定是老板呗 老板上哪去了 老板上外地了 说有哥们开业啥的 啥时候回来啊 说明儿个回来 笑里哗 再一个大哥 说咱们这儿没有这先例 说那输了就是输了 说哪有往回反这一说啊 最小子站起来 咱们呢 说哥 咱这儿没有反这一说 我们啪啪就一大笔八 哎呀我 不是 说你看大哥 他打人呢 打你啥的呀 我俏理八 小逼服务员 你给我逼他个鸡巴呀 你给我逼他 你有什么 他妈全力跟我说话呀 大哥 你看 那老弟多嘴了啊 多嘴了 我俏理八 我就拍了 我就拍了 怎么的 大哥 大哥消消气 老弟错了 老弟错了 俏理八了 明儿子我再来 等你老板回来的 你狗逼也不是 这小子这不慢 气囊囊的就出来了 那个破逼的 那个大皮包里头 钱也输没 他爹老懒子的了 晃悠的 找个地方 联系了几个朋友 继续吃 继续喝 然后就把今天晚上 在保罗庸一听 输的这些钱就说了 他这几个哥们 那一听 就撬里挖的 他就找他呀 说那老板没个家 那个小逼服务员 搁那个他妈的 不做主 说明儿都回来 明儿再去一趟 你妈的 钱是不全给我放过来的 都不好使 大家伙喝点 啤酒 这一架了 这事这不就 处成了吗 这不嘛 很快 来到第二天 也是这个晚间的时间段 六点来钟 他们就领了七八个人 就来了 当时这个 善斌呢 就回来了 和这个办公室呢 他们几个就进来了 这一进来 这服务员认识 大哥 老板回不回来啊 我说那个老板回来了 说还搁办公室呢 说这么的来 办公室怎么走啊 说那个 往里面左一拐 你第一个门就是 走 说进去来 叮光 领这七八个人呢 就来了 哎呀那小子哥 走道啊 那个逼出啊 就像那老大猩猩似的 嗯 长得还黑 就比我 跟我七哥比 反正他是白眼的 但是说跟他妈的 这个 一般人比他 他比较黑 长得像那个 黑驴鼻一样一样的 还能嘚瑟 狗头扫脑的那一出啊 嘎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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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来到门口了 也没敲门 也没咋地 三斌呢 跟几个哥们儿 给呜呜呜呜 哎 正在这刚才说话呢 这门 就给推开 这一推 三斌 以及这几个朋友 全往门口瞅着 你看进来一帮人呢 哎 这这走谁啊 你说他那个逼出 这样子 这这一推 这个 你老板吧 山饼给咋坐着呢 说对 我老板 你是老板 班农师长得挺鸡巴气派啊 说你看 哥们儿咋的了 咋的了 昨天晚上 跟你这嘎嘎嘎 输了 说哥们儿这 手气不好是吧 手气不好 说你家那什么鸡巴气气 一点水都不给吐啊 啊 指望连信不往后出啊 操 游一听这逼完 我告诉你啊 说他妈我明白 我不是不明白 是吧 今天来的 找你说到说到 那个 是这么个事啊 哎 把我输的钱来给我返回来 山饼搁这这么一坐啊 这头 说你说啥哥们儿 没听明白 说把我输的钱 给我返回来 听懂没有 山饼那几个哥们儿 也吵吵他 但是也没吱声啊 山饼吵吵他说大哥 说你看 开玩笑呢吧 啊 你说怎么呢 我说那意思 开玩笑呢吧 开玩笑 你看我 像是开玩笑吗 哈 小大哥 嗯 这么跟你说吧 啊 说咱们呢 没有这个先例 输就是输 赢就是赢 赢多少钱 你随便拿走 但是你输钱呢 说咱们呢 也爱不能助 啊 认识我不 说瞅着面熟 那就是不认识 我姓高 我就高二虎 啊 说这个 虎哥 你这样 这头呢 说请搁几个 说抽点烟 喝点酒 说拿个三千两千的 啥毛病没有 但是你让我把这个钱 全返回去 大哥 这我万万做不到 如果说搁你这儿 开了仙河 那子打这儿以后 谁都输了 来找我来 我这买卖 还干不干 那我听明白了 这头就是说 三千两千的 就想把我打发来 是这意思不 说大哥绝对不是说 打发你 说我也是做买卖的 也不容易 是吧 但既然说大哥 领凶的过来了 不能让你们 空着嘴走 是吧 这么的 我给哥几个呢 拿三千块钱 出去吃点喝点 往后来呢 说我善斌呢 欢迎你们 这么个意思 那我要是说不行呢 善斌这一瞅 你看虎哥 咱们虽说不认识 但是我挺尊重你 那你要说是不行的 这种情况下 我也没有办法 换句话来讲 刑警队呀 这个潘哥 跟我关系不错的 跟我提人了 是吧 说我撬里挖的 你游戏厅 是不是不想干了 你是不是不想开了 虎哥 我这个游戏厅 我这个游戏厅能不能干 能不能开 那底市 我说了算 别人好像没这个权利吧 兄弟 你挺牛逼呀 大哥 牛不牛逼呀 我不敢说 我做的是买卖 我那效应八方客 但是今天说虎哥 你带几个兄弟过来 我那面子是给足了 但是你要是围囊我的情况下 我善斌呢 也不是怕事的人 行 兄弟 你的话呢 我记住了 牛逼 我祝你买卖兴隆 那就谢谢大哥了 走 这头领这几个人呢 就出来了 说白了 这个高二虎 这个逼仰的 他是个拉皮球的 胡哈贺行 他一瞅这个刘善斌 说话落车啥的 挺社会的 你知道吧 他领这几个人呢 没敢瞅的 当时善斌那个办公室 也四五个人 所以说他就出来了 这一出来 他这哥几个人一瞅 所以你看怎么个意思啊 虎哥 俏里面 他跟我装逼 一瞅一瞅 行 我要他牛逼 我找人治他 就这样 这高二虎呢 就跟他这哥几个就说了 说你看着吧 我找人瘦瘦的 说你找谁呀 我打个电话 我看看呢 搁没搁咱们双阳 就这么呢 他把电话打给双阳 一个开喜狱的了 叫利水湾的老板 姓杨 叫杨辉 挺有名气 而且说啥呢 关系呢 可双阳啊 也是这个 还有钱 而且 给自己这个利水湾喜狱呢 放局 这个高二虎呢 有点逼钱呢 就上那嘎去捧局去 所以说跟这个杨辉呢 还有一些关系 但是杨辉绝对对 是正儿八经社会人 就这样 他把电话给这个杨辉 就打过去了 杨辉嘎巴着一击 谁呀 哎 说那个 辉哥吧 谁虎子 哎呀 说辉哥 是我 虎子 说好几天没过来呢 哎呀妈呀大哥呀 还咋过去呀 这头他妈 穿了点逼钱 全他妈 扔进去了 说这头他妈的 让人家 给他们呵护了 啥意思 大哥说你搁没搁洗浴啊 我搁洗浴呢 这头可是打麻将呢 大哥 说你这么的 这头我过去找你去 你过来吧 电话嘎巴这么一挂 这头呢 他跟身边的警员说了 说这样啊 这个 你们几个先回去 我有事呢 给你们几个打电话 说咱们去一帮人呢 不好的 我去啊 说找这个灰哥聊聊 那么你看 这头 他身边的 这几个小子一听 哎呀 说你找到杨辉了 啊 你妈的 他不牛逼吗 我找灰哥 说说说他 哎呀说那行啊 说那杨辉 给咱双羊 这给 那牛逼呀 那行 说你们就先回去 就这么的 他把他找那几个人呢 都给掌鸡巴走了 这个逼呀呢 开个方头斜打的 乒乓的 就露来 到丽水湾 洗浴 把车嘎巴这么一停 他打车上呢 就下来了 往里面这么一进 那不少人也都认识 哎呀 虎哥 哎呀虎哥 虎哥 哎哎哎哎 说那啥 那个 灰哥 搁哪屋呢 说搁那个三楼紧里面 他们总玩那个 扑克麻将的屋呢 啊 行 那我知道了 就这么的 最小就上来了 这一进屋 杨辉 不少兄弟都搁这个 都开热闹的 他那头搁他打麻将 乒乓的 五万八万的 他就进来了 这一进来 人家杨辉 这兄弟也认识他呀 哎呀 这虎哥嘛 哎哎 兄弟 说虎哥 这么闲的呢 说好几天没看着你了 哎呀 说别提了 哎呀 虎子过来了 哎 说灰哥 过来了 怎么事啊 哎呀 说灰哥这牌行呢 还行 找我啥事啊 说哥你先玩去 妈玩完再说 说一会儿呢 我请哥几个吃点饭 喝点酒茶的 那你等我一会儿啊 我那还有冷卷牌 哎呀那行 不着急 这头把兜里的烟也掏出来 给这帮人分上来 兄弟来 抽上抽上抽上 叭叭叭叭叭叭 一顿疊烟 就给他坐着等着 很快把两圈牌 完事了 这头呢也玩完了 等到玩麻将的这帮人走了以后呢 就剩下杨辉和杨辉这帮兄弟了 以及当时的高二虎了 虎子 说怎么的了 说哥呀 咋样拿手去 还行吧 说他妈这 赢点啊 不多 说赢品输腔了 哥呀 说你说吧 怎么的了 说这么的呗 咱们边吃边聊呗 有事 哥 有事 那行啊 说正好 说咱也没吃呢 那走吧 说哥 你跟你想吃啥呀 咱上哪个馆子呀 你看都难不 就这样 这帮人冰邦就出来了 家当时的高二虎吧 说能有个七八个人 两台车就停到一个饭店门口了 他们几个就进来了 当时找了一个包房 可好的点可好的喝 也告诉服务员了 说抓紧得背着 就这样 很快吧 这头菜了 包括这个酒啥的 也都上来了 这杨卉就说了 说这个 虎子 怎么个事啊 说说吧 他那啥 这个 卉哥 先喝酒 妈 说他妈 这事你要听着我 你就得气死 是吗 还能打到气死 至于吗 说来来来 先喝着 冰邦 大家碰上了 一缸酒 下肚以后 这头 这杨卉就说了 说这个二虎啊 说这回该说了吧 说哥呀 说他妈 这咋个事呢 说咱们双阳啊 这不开着一个宝龙 这个游戏厅吗 游戏厅 说我不玩那逼玩人 有这事吗 二牛啊 说这个 卉哥 说有 这个刚开不长时间 能有个一个来月 啊 怎么的呢 说哥呀 说他妈的憋气呀 我上他那个 基本游戏厅去玩去了 这头他妈的 俩小时吧 不到三小时 这头呢 搞那家 输了几千 六万来块钱 卧槽 那输赢也不小啊 输那些钱 那可不咋的哥呀 当时他妈 我喝点啤酒 你知道不 我有点上头了 这不嘛 说他妈的 我今儿给我去了 我领几个人 那老板叫基本上什么 刘善斌 我就说了 我说你看这头 跟你这儿输这些钱 给烦点呗 那干游一听的 这头你说给往回烦点 没毛病吧 我说那些 二牛哥这一听 说那没毛病胡哥 他咋说的 还他咋说的 我敲他个里巴的 那个鼻子长横了 一分钱给他妈反不了 给我拿个两千三千的 敢他妈呼隆狗似的 意思让我领哥几个出去 吃点喝点 当时 输哥呀 我他妈的挺下巴来台 而且我跟他提了 我说杨辉你听说过没有 他说不认识 爱谁谁 谁来都没面子 他妈这个双阳 还有人不认识我 说话这么狂 哥呀 老狂了 他但凡说点好听呢 说我这头 我都不能来找你来呀 大哥呀 你兄弟我啥样 你可了解我呀 我不是那种尿急人 但是他妈这个 逼仰的说话 确实难听 所以说大哥呀 你得收拾收拾他呀 你要不收拾他 这小子还以为 他是双阳大哥呢 他真这么说的 哥呀 我当你面我还敢撒谎啊 当时旁边的生子 大装子 以及这个滚活啥的 说我撬里挖 这个逼仰的 说话这么狂 敢他们不把大哥放在眼里 撬里挖的 哥呀 怎么个意思啊 受受他吧 杨晖搁这嘎头 他妈这抿了一口烟 说这么的来 先吃饭来 先喝酒 收拾他 那不手拿把架吗 撬里挖的 哥双阳 他看个游戏挺 这头挺狂 那我让他狂 来 先喝酒 这头高二虎 这一看得诚呢 哎呀 说会儿哥 来来来 这我敬你 哥双阳 还得说我大哥 谁也不好使 还得我会儿哥 来来来 喝 乒乓的 这一顿碰 乒乓的皱着呢 你看这个酒啊 也没少喝 这菜呢 吃得也挺好的 这不嘛 来到我十点来到了 晚间啊 那游戏厅正是火龙的时候啊 这头 这杨辉呢 也伤劲了 二牛啊 哎 说哥 笑了一挖的 说这头 不把我放在眼里 我没面子 是吧 那行 这回呢 我让他认认识我 哎 把兄弟们都喊上来 家事都备好了来 跟楼下等我 说咱几个去一趟 你妈的 我倒想认识认识 那个刘善斌 他这么牛逼吗 说妥了哥 就这样 二牛呢 就开始啊 骂人了 很快 来了能有个二三十号 逼了狗吧 砍刀查的 叮光的 而且呀 说这个叫杨辉的 腰间呢 有一个东方三 哎 始终个腰间别的 咱也不知道是来贺银的 还是干鸡巴刹玩的 天天搁这一别 没啥事就拿出来擦一擦 拧一拧的 就这样 说哥呀 人到齐了 就走来 上车 这一下的 他们加不到一起去吧 可能有三十来号人吧 两台呀 这老他妈的 大面包子 冰棒呢 就上来了 这一上来以后 就来到当时 这个宝龙游戏厅呢 游戏厅呢 屋里是冬火通明 他们就下来了 这一下来 三十来号人就冲进屋了 往屋里这么一来 这头砍刀 搞瓦砍就拽出来了 撬里玩的 都别玩了 来 你妈的别玩了 跟你说话没听闹啊 臭 你妈的别玩了 别玩了 滚滚滚 都滚滚了 滚 都他妈给我滚了 你妈的 说他妈的 杨辉不是个办事啊 臭里玩的 别逃不知道死啊 狗狗 赶紧打 就这样 搁这玩游戏 玩游戏的这帮人 这他妈一听 说他妈的 松阳杨辉啊 你这还得了啊 大家伙 搁这嘎都不玩了 可以说是退避三尺了 有的从后门就走了 有的从前门就出去了 而且说杨辉手底下 这个二牛生了 包括当时大松阳的果辉 这都是说 他们杨辉身边的大兄弟 一个一个贼击不横 一瞎等马上老大砍到我 就告诉这帮人 赶紧滚 我滚 就这样 给当时的这些这个 玩的 全给基本剑走了 这服务员也懵逼了 也害怕了 这服务员一说 大哥 我那啥 我就是服务员 杨辉往前这么一来 你老板呢 说那啥老板 那个里面呢 喊过来 哎哎哎 说杨哥 那啥呢 那我知道了 就这么呢 叮光的 这不嘛 来了 说那个 兵哥 善兵哥 这说怎么的呢 外边吵啥啥呢 说兵哥 说那啥 不对劲了 什么意思 说这头外边 来了二三十个人 说带头的叫什么 杨辉 这刘善斌这一听 说谁 杨辉 说是杨辉 说这头要见你 三十来号人 说还有那个高二虎 说你好像是他找的人 咱们那个游戏庭门口呢 这头把那顾客 那都给撵走了 这刘善斌知道啊 说高二虎不可怕 可怕的是这个 杨辉 跟着这个服务员 就出来了 这一出来 往跟前这么一来 谁说话的呢 这个高二虎 伙儿哥 就他嘛他啊 最小成幽闭了 你是这游戏庭老榜的 我说对 我是这个游戏庭的老板 认识我吗 说大哥怎么称呼啊 杨辉 哎呀 辉哥 说知道你 知道我 这游戏庭 开得挺火龙啊 开得挺火龙啊 说大哥 这个 这游戏庭 说你看 整个游戏庭 对付生活呗 说他你这么认识 高二虎可这个 抱小本 说那这辈子 认识 说这不 虎哥嘛 说之前来过我这块 我兄弟来了 这头一点面子没有 是吧 跟你这输他妈好几万 这头提我了 你他妈这一点面子没给 说跟没有啊 高二虎往跟前一来 还没有 啪啪就两大嘴巴 哎呦 紧接着 二牛了 生子了 大作王他们几个 这砍刀就给架上了 巴巴的啊 这一架 然后 杨虎就说话了 翘里玩的 哥 双杨 你不给我面子 你这游戏厅 你还想干呢 说这个 辉哥 不知道这个虎哥是你的人 主要是知道的情况下 你看 你看不能的 现在已经晚了 给你机会的时候呢 你他妈不重用 你可双杨 你不认识谁都行 但是你他妈敢 不认识我 大哥呀 这一小当时还跟我提人了呢 说他认识什么 刑警队的 拿这个刑警队的压我 是吧 你认识刑警队的呀 说那个 火哥 说那个 潘队长 跟我关系 不错的 老潘跟你关系不错的 行 行啊 那给我来 这头 二牛呢 就把这个砍刀 递过来了 那么当时 杨虎把这个砍刀 往手里这么一摘 撬里挖的 你这是两个逼人 你搅着那个 双杨牛逼了 谁都不放在眼里了 说大哥我真没那意思 我那 让你记着点我 要不然那 你他妈的脑袋 有点不太够用 是吧 记住我啊 杨虎 你不认识人 牛逼吗 随便来找我来 听不听见 我撬里挖的 就当时 那老砍刀 就造那个脑瓜 天灵盖的位置 呼吱就一下子 一砍刀 就给当时 杉兵就给砍倒了 杉兵就五个脑袋 你就瞅我 那红红滋滋的 往脸上这么流 你要妈 给我走 就这样 给当时的这个 刘杉兵一顿打 打完了以后 告诉身边这帮兄弟 出来 给他给我拽起来 来 拽起来 就把这一小子 给拽起来 我告诉你啊 这头 把这个钱 都给返回来 这是第一 额外 说你不是不认识我吗 现在认识我了吧 说大哥 认识 认识 那好啊 这样啊 你呢 给我准备啊 二十万 连高二胡 给这输的 再加上啊 说他妈的 你不认识我 我呢 不能啊 说把这个事 就这么地了 这头呢 加不一起 你给我准备二十万 这头呢 明儿给我就来求了 听不听见 说大哥 就那啥 你这么的 说那个二胡哥哥 这输的钱 我反过去 说哥 你看行不行 我撬你一挖 你听不明白啊 啊 我告诉你啊 除了高二胡那笔钱以外 剩下的钱 是你的费用 什么费用呢 游戏厅想干好吧 想干好呢 这头就得说 经过我杨婚的同意 这笔钱你拿了 往后什么事都没有 如果说这笔钱你不拿 你且记啊 你这游戏厅 就开不了了 说白了 这笔钱 就是保你平安的 能听懂不 二牛往前 这么一来 翘里挖 问你呢 能不能听懂 说大哥 听懂了 明天啊 说我派人呢 过来求钱来 如果说这钱 你要是准备不好 你这游戏厅 抓紧准备关门 这头 领着高二虎 他们冰棒就出来了 牛逼啊 那贼狠 就这样 说他妈 这这三宾五个脑子 他家的服务员呢 就给他整到旁边 找老药铺了 给包不上了 你这一包不完以后 回到这个游戏厅 就懵逼了 说他妈 这啥整个 这帮人也太黑了 除了他们高二虎 那五六万块钱以外 这头额外 管我要十了万 这十了万 要是不给的情况下 说我这游戏厅 就开不了了 而且他也知道杨晖呢 确实说他妈 这挺牛逼 说这他妈咋整个 明儿个 就得给人 就得给人一个结果 你不给人结果 这游戏厅 就真开不了了 这游戏厅 他们也没手投钱呢 说这一看 这时间段呢 也太晚了 说这么的 明儿啊 我想想办法 当天呢 就把这个游戏厅 就没回家 来到第二天一早 他把这个电话 拿给他那个潘哥的 也就是这个行政队的 这个老大 这一搂过去以后 那个潘哥 哎 说三宾的 说潘哥呀 说这头那个 我给游戏厅的 说你看 你来一趟吧 啊 说怎么的呢 说你见面说吧 啊 行 啊 知道了 妈 好嘞 嘎巴 电话就挂了 电话一挂完 很快 这个潘队长就来了 穿制服来的 往这屋这么一进 就一瞅着 说他妈这叫刘善敏的脑子 包上了 说善敏子 怎么整的这是啊 谁跟你这闹事了 说那个 大哥呀 这头 说你看我真有个事的求你 说我这娃呀 说惹了不该惹的人来 我这游戏厅呢 多容易开不了了 吹他妈牛逼 谁呀 说那个杨辉 历水湾那老板呢 啊 就他 你怎么惹他了呢 说有个高二虎的 搁我这个丫头玩来着 输了几万块钱 这头呢就冲我要回去 那你说他要是说 这个先离开了 往后谁输了 那不都得通宵钱吗 当时呢 我给拿三千块钱 我说搁几个出去喝点 是不是 那我这也算是够给高二虎面子了 可是没想到啊 这高二虎呢 把这个杨辉啊 说给找来了 这头呢 来了好几十号人 把我这个丫头 人全给拧着过来 然后呢 拿了个刀 给我脑子一下 就告诉我呢 让我今儿个 给准备出二十万 扫一分都不好使 那不是说输了几万块钱吗 说其他的钱 这头啊 就是买我平安的 要不然呢 我这游戏厅就开不了 哎呀 说他妈的 这个事啊 还他妈挺不好整的 说胖哥 这头我跟他提到你了 但是显然呢 说我感觉这个人 他不太拒你 他妈的 我跟你这么说啊 说三斌呢 怎么个意思呢 这小子跟咱们一把局长 关系好啊 啊 所以说他这么藏呢 你是不留意我们 关大一级压死人呐 你这样吧 我那尽量呢 给你那圆道圆道 那 我找找啊 这个杨魂 如果说呢 要是说行 感谢我哥啊 感谢我哥 如果说行呢 那这头呢 咋的好整 如果要是不行 你也别怪我 因为他毕竟认识 我的顶头上司 别急吧 说到时候 再整个点别的事来 说胖哥 那你就 想想办法 如果要是行 那可太好了 要是不行 往我再想折 行 那就这样 就这么的 这头老潘呢 就给他出来了 这老潘呢 一出来把电话呢 就打给杨魂了 杨魂就接了 杨魂觉得挺蹭啊 我送杨 来 说那个杨魂吧 是我 说我是那刑警队的那个 你潘哥呀 哎 说潘哥 这是 这么个事啊 你看 感谢我哥 感谢我大哥 开这个宝龙游戏厅 那个刘善斌 你知道那人吧 那这头杨魂的一听呢 肯定是他妈的这个刘善斌找他了 大哥 说我知道 说你看这头找到我了 跟我那关系不错的 说兄弟 你看看 给个面子 说你看你兄弟 可能输了几万块钱呢 这头呢 让他给你退回来 你看行吧 至于其他的钱 你就别痛他要了 看我的面子 你看怎么样 说那个 大哥 那咋不行呢 说你看你说话了 肯定好使 说杨魂 那这头既然说 你给我面子了 那我让这个 山斌呢 把那高二虎书的钱 送到你西域去 你看怎么样 行 大哥 没问题 那好了 杨魂啊 说我欠你个人情 改天呢 说我请你吃饭 妥了大哥 咱们之间没说的 嘎巴的一挂 这不挺好吗 这头这一看 说他妈的给面子了 把电话就打给他妈的山斌了 说山斌呢 你把这个钱呢 你给送到我这个 利水湾洗浴去 这头呢 我跟这个杨魂说好了 杨魂呢给面子了 哎呀 说大哥 那可太行了 晚上事后 帮我安排你 就这样 这山斌呢 傻逼呵呵的就来了 这头往屋里这么一来 就问了 说你看我找一下这个灌哥 我姓刘 我叫刘山斌 说来那上来吧 这头往他妈办公室 这么一来 这山斌呢 和这个二牛他们 以及生子 大庄的火灌 这帮人啊 都在屋里 当当当的一敲门 说进来来 灌哥 说有叫刘山斌的找你 进来吧 这吴妈 刘山斌就进来了 哎呀 说你看 灌哥 这 这不刘老板吗 说这个灌哥 这个兄弟也确实是不知情 不知道高尔虎跟你的关系 你看兄弟带着诚意来的 这是高尔虎呢 搁我那俩书的钱 这一万块钱呢 是额外兄弟我呢 孝敬你的 你挺会来事啊 哎呀 说你看 火哥 你呢 太太熟 我这个开个游戏厅 也不容易 说往后 有啥需要 这头呢 跟兄弟言语一声 行行行 没问题 说那什么呢 这头这个 二牛啊 哎 说哥 你看既然说人家来了是吧 态度也挺诚恳的 是不是 说那什么 来来来 那个 给倒杯水来 说那啥 那个火哥不用 哎 不行啊 来给倒上来 这头花 水给倒上来 说来兄弟呢 哎呀 说你看火哥这 来来来 拿着 这头刚把这个茶杯端起来 这个碧昂的 拿那个大烟灰杆 他不得哈腰吗 过来 接这个水吗 拿那个大烟灰杆 到他那个脑瓜盖子上 砰 咱就一下 哎呦 哎呦 当场 就给他们刘善斌 就给打倒了 这一打倒以后 是我撬里 挖的 你个狗辣的 你还敢找人 给我走 那这头 搁这屋里头 就给刘善斌 一顿打一顿雷 好起来以后 满脸都是红红的 我撬里 挖的 你是没拿我杨灰 当人的你 你他妈的 还敢找老潘 找我来谈来了 老潘在我这 是个啥呀 我撬里挖的 把那手 挖过来 这头把手 就给挖到 这办公桌这儿了 到这个手指头 嘎巴就给掰折了 给当时啊 这老他妈刘少斌 腾赖了 嘎巴就一下 给掰折了 撬里挖 你记住了啊 这点钱不够 听不听见 把这点钱给我拿回去 二十万 我今天晚间就去求去 如果说少一分 腿我都给你掰折的 听明白了吧 孙队长 会儿哥听明白了 听明白了 撬里挖的 滚 就这么的 人家钱都没收 让他给递了出来了 这他妈啥整啊 紧接着 这老他妈杨灰 把电话 就打给自己的关系了 那他跟他那个关系 可以说是穿一条裤子 没啥事搁起玩一个娘们 就是当时 那是苏阳这个老大 东堂呢 然后他就把这个事 跟东堂的老大就说了 说大哥你看 说这个 你手底下 那个老潘 护着一个开游厅呢 这开游厅这小子 给我作对啊 没拿我当回事 让我给揍了 这次我苏阳有点钱 他找老潘呢 大哥你看咋整啊 行 你看电话这一料 要说关大一级 这玩意哥吓人哪 一个电话就跟老潘 揍过去了 我告诉你老潘啊 杨魂是我的爷 你不是不知道 那开机把游戏厅 那都属于犯法的 那是赌博 怎么你是保护伞的 没有 说老大不是 那不是说这头 你给说什么情 啊 你什么意思 干够了 说老大你看这头 对不住啊 你干够知识啊 老大 我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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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了 妈 电话直接就挂了 老潘屁都不敢放 你知道吧 屁都不敢放 你就这样怎么着 手指都给掰他妈骨折了 到他妈医院 这头又给整了他妈手 又给缝的针啥的 这也不敢再找老潘了 这一看出他妈的老潘 就在他妈阳魂这感没面的 真整你 这没招了 准备钱吗 这他媳妇就来了 刘敏 也就是刘山斌他媳妇 来了 就看到眼前发生这一切了 就问他说咋的了 说这头的事就给学了 他媳妇这小子不熊人的吗 那熊人也没招过 说那你看 不行给三哥打个电话呢 对不对 说你看三哥哥长春 混得挺好的 这领不听 说山斌这一听可不咋的 说三哥临走的时候 告诉过我呀 说给三哥打个电话 看看能行还是不能行 这老他妈的杨魂啊 搁这个双阳啊 该打是啥挺牛逼 双阳一把局长跟人家关系个 可以说是穿一条裤子的 所以说当时一个行刑的老大 根本不放在眼里 那说把你他妈的刘山斌揍了 那就给揍了 而且也同时把这个队长的面子 就直接给你绝了 完了之后 人家把电话就打给了自己这个关系了 关系 那还不说多说吗 就直接就打给老潘了 你什么低调点 记眼上就给你撸下去 就这样 老潘咪咪咪的 那你说他媳妇 也就是这个刘敏 看见这个山斌 也让他给打了 了解详情以后 山斌这时候就想给人准备钱了 因为惹不起人家 那你不可能说游戏厅不开了吧 但是这个刘敏呢 给他提了个醒 说那个 山斌呢 说你不行 给这个三哥打个电话 是吧 给三哥打个电话 三哥哥长村呢 混得挺好的 这也算是给山斌提了个醒 山斌这一想可不咋的 说你看咱开业的时候 三哥来了 还跟我说了 说有事让我找他 那我给三哥打个电话 就把电话呢 打给三城了 三城嘎巴着一接 喂 说那个三哥 三斌呢 怎么的呢 三哥 孙 有个事 我得跟你说道说道 让你说吧 说这头 我这游戏厅啊 出事了 出事了 出啥事了 说你看三哥 说有个小子 那些狗就干了虎 到我这来玩的 输了几万块钱 这头让我全给他退回去 我就没给他退 我要是给他退了 往后 别人给他输了 怎么办呢 完了呢 然后他找到我们 松阳当地的一个社会了 搁我们松阳当地 挺好使的 这不嘛 张嘴就管我要二十万 二十万 他不输几万块钱吗 那几万 是他那个兄弟输的 其余的钱呢 说白了 这头 就是买我一个 这个平安的 要不然我这游戏厅 就开不了了 这是人家的原话 说他妈啥人呢 挺饿呀 说我都找到我那个关系了 但是说这个叫杨虎 这挺别害 他搁咱们这个双杨啊 认识咱们这个一把局长 这头呢 我那个关系呢 也给他打电话了 我呢 这不就去了吗 去了之后又给我揍了 没给你关系面子 没有 所以说这头呢 三哥 一点招都没有了 这不吗 给你打电话了 三成那个脾气 属于火爆脾气 这一听 说你现在搁哪呢 说我给游戏厅呢 人家今天晚上过来 收这个钱来 如果说这钱 他要是不给人家 那我就完了哥 钱不能给他啊 你等我吧 长村呢 到松阳也快 你等我一会儿 哎 说那行三哥 但是三哥啊 他哥这边不一般 行嘞 我知道了 电话嘎巴 这么一挂 四哥呢 哥这边就问 那个三成呢 说怎么了 三儿啊 说他们四哥呀 那啥 说那个 我那弟弟 说山宾 就头段时间 我开那个大哥车 去参加开业那个 这头你还给我拿 一万块钱 说我知道怎么了 说他们这个 当地也出事了 当初呢 我提醒过他 开游戏厅啊 不是那么容易的 但是已经要开业了 我不能说别的 这胡门出事了 怎么的了 说他们让人给熊了 一会儿呢 上他那家球二十万 如果说不给的情况下 就要咋买卖 四哥这一挺 说他们啥人的 这么狂啊 啊 那欺负咱家人 肯定是不好使啊 四哥 说这头我去一趟 别的 说咱一起去 妈 说这么的呢 把家伙事 都拽不出来 这咱们一道过去 这不用四哥 我先去 不行 咱儿你就听我对吧 你自己去能行吗 咱一起去 当时四哥就把 建材市场的十多个人 贺群了 雅伯哥了 包括二民子了 大江了 这帮人叮光的 十多个 全给啊 喊们过来了 就把家伙事都拽出来 就这样 这十多个人 就坐着这老大面包车 呼呼地 就奔往这个双阳而来了 那双阳离长村也进呢 很快 就到了这个游戏厅了 四哥主个拐就下来了 三哥他们冰邦的 四哥 就这儿 就进去吧 这门的也打不开 大伙就进来了 那么你看当时 这服务员的一看 说这怎么 又来这些人呢 哎呀 说那啥 这个几位大哥 真是有事啊 当时三成就说了 说那个 善斌呢 说我让他搁 二呢 说找我们那个斌哥 是不是 说搁办公室呢 那行了 说找四哥 大家伙 叮光就来了 这一来以后 往办公室这么一进 善斌呢 跟他这个媳妇 搁在办公室呢 也得得凑凑的 说这头他妈 这三哥说他来 但是啊 不知道这事能领 还是不能领啊 别急不着说 给三哥再给连累了 毕竟不是长孙 这是双羊啊 而且这小子 双羊还这么硬 三哥 三哥 小敏的 说那个 小敏的 四哥 哎 说四哥 说咱见过 兄弟啊 说这事呢 你三哥呢 跟我学了 咱们是自己家人 不能言丑 说他欺负你 那帮人呢 说他们说了 说那个晚间过来 让我给准备二十万 说行嘞 你就把心呢 放肚子里吧 这头话你叮嘱一下子 一会儿啊 说他们要是说来了 让这个咱们自己人呢 支会一声 哎 说那行 说那谁啊 飞啊 飞 哎 丁哥 说那个一会儿盯点门口啊 要是说这个杨活他们来了 你赶紧第一时间进屋告诉一声 哎 说那行 没问题 当时啊 这个小飞 给他门口盯着 叫孩 大家伙呢 搁这嘎嘱呢 就聊这件事 三成这一瞅啊 说这个 善斌子 让他们 他妈的 没清熟 这脑袋 包括当时 这胳膊上 全包着呢 善斌子 当初三哥就跟你说过 说三哥 说我没成想呢 说没成想 能得罪他们呢 你就记住 干这种买卖 什么样的人都有 你保不齐会出什么事 所以说你看当初 我劝过你 但是你这买卖要开业了 我不能说别的 但是当时我告诉过你吧 有事你给三哥打电话 那你怎么不提前我打电话呢 三哥 这头 这吴满 我也没想到过 是吧 说他们没成想 就得罪杨晖的 这小哥是啥人呢 说他搁这边就是社会 开了这么一个喜遇 就利随弯 放局的常年 而且说跟咱们这个 一把局长关系 那都非常实靠 他们穿一条裤子的 所以说论黑略白 说我肯定是跟人家比不了 我找到我那个关系了 我那关系给我打电话了 说这事他管不了了 所以说哥 这不没辙了吗 找到你了 行啊 可既然说咱们都来了 我他妈不能瞅着他欺负你啊 说三哥 不能有别的事吧 有别的事有我呢 等着 就这么呢 这头又给点盐 又给七水的 很快吧 能有个两个多小时吧 六点来钟 天呢 还放亮呢 这头 这小飞就看见了啊 他盯着呢 这一看来好几台车 嗖嗖地撂进屋来 说那啥那个 宾哥 说那个杨辉他们来了 这一说杨辉他们来了 这电话呢 这电话去了啊 这一说杨辉他们来了 这头 四哥这一瞅 说行呢 这个宾子 哎 说四哥 你就搁屋吧 妈 说那个三啊 哎 说哥 咱出去了 四哥 猛着这四哥 四哥猛啊 四哥呢 绝对是狠踪之狠的 嗡嗡狠的 就这样 四哥他们几个 把着这个办公室 这不呢 就出来了 这帮小子 搁这嘎到 正他们下车呢 乒乓 等到他们 搁车上这一下来 四哥他们 都已经啊 来到门口了 就问当时 那个小服务员呢 是他们不 说是 为首的就是杨辉 然后就是杨辉身边的这帮玩家 什么二牛了 生子了 大庄子了 包括当时这个 果辉了 以及这个高二虎他们了 这帮人丁光呢 全来了 这不吗 他们也搁车这块 往门口这块走呢 那与此同时 四哥就已经出门了 这一出来以后呢 这头杨辉也看见了 说这鸡巴游宜厅门口 占了十多个人啊 说他妈谁呀这是 这二牛呢 往前就过来了 说你们干啥的呀 啊 说你们谁呀 这头四哥 瞅瞅他妈的这个 二牛 二牛搁这嘎子说瞅啥呀 说来来 干啥的来 起来起来 说他妈 那我告诉你啊 说这个 是咱们灰哥 缩阳的啊 说他妈来这个游艺厅办事啊 说起来来 起来 搁这嘎子又扒了四哥呢 四哥就直接 搁这个裤兜的里头 就把那个双筒子 就给拽下来了 照当时 二牛那个肩膀上 哭通就一下子 二牛当时是怎么过来的 就怎么回去 就直接就给崩倒 哭通 哎呦我操 一下就给二牛打倒了 紧接着三哥 他几个就把这个家伙事 从卡布当里 叭叭叭叭 全他妈拽下来了 就里面 别动了 别动 给二牛他一崩倒以后呢 这个时候杨晖 他这伙人先是一愣 等到回过神以后 已经就被四哥 他们几个就给围着了 他们也没想到 说他们三宾 能找到这一伙人 那葛双阳 他们就是天 没想到的事 但是清科间 就被贺群了 包括雅伯他 你个就给支支了 就里面 别动了 别动 别动 这一顶上以后 这杨晖 瞅瞅 倒地的这个二牛 又看向四哥 他你几个了 说哥们儿 啥意思呀 哪的呀你们哪 当时呢 三成就过来了 说你是那个叫什么杨晖那个吧 说对 是我 说我翘里巴的 说我告诉你啊 山滨呢 是我弟弟 也就是这个游戏厅老板 说咋的 像这个丫头 有二十万 二十万都够他妈买你命的了 啊 说他妈咋的 活拧来了 杨晖瞅瞅三哥 说哥们儿 你们是哪的呀 四哥往前这么一来 长春的 说哥几个 这头来之前 没打听打听 我杨晖啊 四哥瞅瞅他 就你这个B2呢 还需要打听你吗 啊 说咋的 你可这个 双阳 牛逼好使呗 哥们儿 说我牛不牛逼 好不好使呢 你得打听之后才知道 今天你把我人给动了 说哥几个 那我可以直接地告诉你们 哥双阳 肯定不好使 那不好使 那你想咋的呢 啊 说咱们的 你这意思 咱们跟你双阳 还走不出去了呗 哥们儿 看你们呢 也是这个社会人 那我呢 就把话给你们说白了 说尤总呢 你放咱们回去 这头呢 你要我回去找人 你看你们 能不能离开双阳就完了 我三哥往前那 一来 说我翘里挖的 你给他拿我们当小孩了 啊 你这个B2呢 还谈上条件了 啊 我翘里挖的 就拿那个枪把子 照当时杨辉 这个左眼这个位置 嘎巴就一下子 眼睛差点没给他怼帽了 咕咚就一声 哎呦我操 哎呦我 翘里巴 我看你们谁敢动了 当时贺群的哑不歌呢 就把这帮人就给支那了 说来我看你们谁敢动 这高二胡哥 那就懵逼了 说这伙长春银挺猛啊 敢打杨辉 但是他们现在也没有办法 因为啥呢 好几把家伙是顶着他们的 那这头 这善斌他们狗屋里头往外瞅 包括他媳妇 说那啥 那个三哥 说把他给打了 笑里玩的 你跟咱们谈调件呢 啊 我告诉你啊 你记住了 二十万 一分没有 换句话来讲 别说他们二十万 两块你可这都拿走不了 知道不 我俏里玩的 你这么的来 你不说怎么的 可这个双羊你牛逼吗 要我 等你 你扫瘾 什么那意思 这杨辉搁这家伙个眼睛 说哥们 说你看咱们 可这个啊 肯定是在你手里头的 说你要是有总的情况下 这头呢 你让咱回去 换句话来讲 今天只要你不整死我 我肯定啊 能找着你们 我也能找到刘山敏 这事肯定不算完 但是哥们 你要是带总带派 说你这么的 你放我回去 你让我找人去 三城过去还有驴的 四哥一城 说你这么的来 不玩埋着的行不行 说我不玩埋着的 那算你游走 那行 你这么的来 这头呢 你领着你这几个人 我现在呢 叫你马人 我就给这个 游一厅等你 行吧 杨辉搁咱 五个眼睛 瞅瞅四哥 说哥们 这是你说的 我说的 如果说这头啊 咱们这伙人 要你扔到这个 双阳呢 妥了 这事呢 咱不插手了 你别说二百万 你别说二十万 就是二百万 咱都得给你拿 这小子 搁这嘎 说行 哥们 你记住你说的话 说这头你不能反悔吧 是放咱走吧 说放你走 你走吧 说这头肯定不为难你 你走吧 等你 三成了一手的四哥 放他走 让他走 这事啊 说咱们要是不给摆明白咯 往后山边那边啊 还是不好办 我撬里一挖呢 我真想试试 我看你双阳有几个手来 回去吧 你走这 我眼睛 这头告诉我 手底下那个生子 和那个大双子 说把那个二牛扶起来 就说回家 就这样 这帮小子上车了 真就让他走了 四哥哥这块 电话就拿起来了 三成一手 说四哥 你给谁打电话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贤哥电话 叮叮叮叮叮 响了 喂 大哥 说四啊 四啊 怎么的呢 说你子路里的人 上这个双阳吧 宝龙这个游戏厅 说这头呢 这个三成啊 和那个弟弟 山滨 哥家开游一厅 惹了一伙社会人 这头呢 咱们给打了 跟咱们这个 交号了 这头呢 说他们不服 咱就给他整服了 我安排去找儿去了 说哥呀 这头 你妈的爷过来吧 带着家伙事啥的 行了事 说我知道了 贤哥这一听 那四哥他们几个 跑他们外地去了 你那还得了啊 贤哥就这个电话 就赶紧吧 给这个红颜的 这个张涛了 包括这个大庆呢 电几他们就给轮员了 说抓紧啊 说咱们现在就往这个 双阳去 双阳呢 有个宝龙游一听 说你们把家伙事啥的呢 都带好了 就这样 这伙人盯了光浪的 这一听说他妈的 这伙人 搁这个 双阳呢 说他们有事 贤哥打电话 大家伙丁光全上车了 也带上家伙事了 清客节目就搁长存这边 就得过来六七十号人 双阳离长存的距离 不是很远 他们这头呢 还得把这个二牛呢 送到这个医院去 因为当时二牛不爱崩了吗 这不爱咳了吗 就这样 送到医院以后 他们不得陷马人吗 虽说你们是本地 你不得陷马人吗 说遇着一伙 这伙人他们挺猛 抬枪就放 所以说杨辉也开始 找自己的四两八柱了 就是给双阳这些知名挂号的 说赶紧的 马人 就这样 他们在马人呢 那这个时候 贤哥他们本身就知道 四哥他们可是要有事 速度必须得提高 正常一个小时到这 现在隔半个小时就得搂到 生怕四哥他们有啥意外 因为四哥 从小到大这些年身上的伤可不少了 贤哥的心也悬着 大家伙 哇哇地就往这磕 就这样 很快就干到这了 七十来号人 左一台车右一台车 这不就下来了吗 这一下来以后 那当时这个服务员那小飞 这一看门口 怎么来这些车呢 又下来这都那些人 那小孩们吓坏了 无往屋里撩啊 说那啥那个兵哥 说外边又来不少车 当时四哥就问了 说有没有一台奔驰啊 说有 没事 自己人 出去吧 这头的一出来 贤哥他们都已经冲进来了 这一进来就看见四哥了 三城了 亚伯贺群了 说这帮人 大哥大哥 大哥 大哥 说三儿 没事吧 哥 说没事 这头这帮逼仰的还没来呢 那么你看红颜张涛他们 包括电起的仪 大姓呢 大姓横啊 穿了大风仪 翘里挖的 说松阳谁呀 啊 这么牛逼吗 说他妈这 咋个事呢 说让这个三宾呢 跟大伙呢 学学吧 说这个三宾 这是那个大哥 你不知道吗 大哥 说山滨 见过啊 说大哥 你看这事是咋个事 山滨呢 就把这事给学了 这一学完了以后 大家伙这一听 确实他妈挺来气的 这你个逼啊 那太多凶人了 你逮个蛤蟆 把尿都捏出来了 啊 你这么牛逼吗 说那行 就等他吧 那么你看 贤哥他们到了以后 大家伙全给这游戏厅的 游戏厅的 你现在就已经 不接待客人了 说改天再来吧 说今天这个有事 就这样 这个家伙再加上四哥 再加上贤哥 带来多少人 七八十号 而且这个敢打敢干呢 也他妈多 那这个时候杨辉不知道啊 杨辉正可自己 立水湾喜悦 大厅坐着呢 马人呢 左一个右一个 右一个左一个的 就开始来了 贤哥贤哥 什么事这是 谁啊 说鸡巴 搁这个 双羊还敢跟你装逼啊 谁啊这么尿性啊 杨辉这一瞅 我敲里一挖呢 说我没成想啊 说鸡巴 保龙拥一听 那个老板 叫刘三斌 这个比亚那个长存 找了他妈 四多个人 说这几个小天敢干 把鸡巴二牛呢 直接就给撩走了 这头就把咱们给围不住了 我这一看好汉不吃点心亏 这头我就说了 我说你妈的 你要是有走 说你放咱一马 这头呢 我他妈回去找人去 还没成想 那七宗有一个瘸子啊 组个鸡巴拐 那小孩真同意了 我撬里挖的 屎的把我都给他虐出来 说他妈大哥他太牛逼了 他长存跑双阳来干仗来了 你妈的 说干净的 就这样 金光的 哥双阳啊 人类不多哥 大概能有个五十类号 双阳那个地方非常小 所以说当时呢 这个杨晖办事 就是说跟人家干仗 有很多人过来啊 给捧场来 毕竟人家好使啊 要钱有钱 要事有事的 他不是这么个事吗 就这样 这回拖了 人家一马步骑了 这杨晖啊 也来劲的 说翘里挖的 我告诉你 到那个好头啊 这头下车就给我干 大伙子一听说 你放心吧 晖哥 来咱看看这个长存 来这伙人 他长了 那长三头六臂了 跑他妈 双阳赶给你装毒的来 行吗 快行 走 大家伙上车了 这一上车以后 苏阳的地方本身就小 往保楼游戏厅 来也很快 当时保楼游戏厅里面全是人 都是他妈干仗的 先把个长存带过来的 没有客人了 大伙都在这个椅子上坐着呢 都往外面瞅呢 这小飞哥 这个阿顿 那小孩哥 都懵了 说这家伙 这要出大事啊 包括当时山兵也过来了 说你看 显哥 说这不能整出别的事吧 这小子哥这方面 这个这个这个 挺好使的 显哥那种 哥哪方面 好使他老弟 他欺负你也不好使 说这头呢 咱能让他知道知道 咋回事 要是不给他整怕了 他往后还得熊你 说他个官方那方面也挺硬 干嘛缩阳当地呢 他也挺好使的 他说那个 显哥啊 这头 这你们行事行的 这老弟你别怕 没事 这事这个玩意 既然说遇上了 你就别怕 你要是怕的情况下 他总得欺负你 三城那一过来 你怕啥呀 不你怕啥呀 这老些人搁这儿呢 你怕啊 三哥我没怕 我就怕是连累大家伙 因为我这点事 他犯不上的 你该嘎嘎去 你要是害怕 你就进礼物去 行了 说哥我知道了 就这样 这小飞可这嘎嘎 哎哎 说那什么 那个三哥 三哥 怎么呢 说那头过来车了 来了 就这样 这帮人开着方头结拔的 以及开着那个奶酯的 包括当时 这老大名猫子的 忽忽的 就咳到门口了 那这头这个杨晖 牛逼了 这不就下车了吗 都下车了 咛乓咛乓 全下来了 окой 哥 哪呀 就这儿啊 就你挖的 我告诉你啊 屋里的 你妈的 来 出来了 出来 可这个 这个字咋活了呢 因为他看不见 屋里是咋个情况呢 那屋里都全是人 他们这帮人 搁这嘎头 上后备厢 糗鸡巴搞瓣的 糗鸡巴砍砍的 包括搁车上 逼了下来 那老烈的 包括双筒的 乒乓的 搁家一个一个的 说什么十多个瘾 能鸡巴啥的呀 这五十来个瘾 一人一口吐闷 这帮小子 都给他扔到松阳了 妈了个鼻 堂村的 跑这来装肚子来了 出来了出来了 跳你妈的 说灰哥来了 刚才谁 牛逼了 出来 那你就瞅啊 四哥这头刚想动 贤哥就把四哥 给拽走了 就从这个时刻起 贤哥就不太让 四哥冲锋陷阵了 因为啥呢 有的是人呢 贤哥瞅瞅 红颜张超 那他们就明白 咋回事了 包括三老七 下小子 二林子了 这帮人了 二红了 老海了 冰邦呢 包括那个小光了 你这帮人哥 那哪个不是 他们好打好干的 包括这个大姓 惦起他们 这帮人 那还瞅个鸡吧呢 就是直直雨 接接就从正门 就出来了 你知道吧 当时杨晨 给这个 他撬礼花呢 来来来 不牛逼吗 来 出来来 我看你们 谁都不怕死呢 他出来 贺门 这绝对是贺门 你记住个 敢咬人的狗 他永远不自哑 你等到大清坛几个人 一出来 这小子 给这下 瞎个小腰 还给这下 骂骂子子呢 认为自己这家人多 你可屋里都除了 这十个八个 能提帮咋的呀 这只是先头部队哥 那你就瞅大清 包括红颜了 张涛了 以及 说这个老二他们 老七他们 那这帮小子哥 就把这玩意 一拿起来以后 就造着这个对面 因为有一些距离 最低骑马嘛 得有个八九米 这个距离 那这头可留不得了 大清就是一个双筒子 我敲一巴 都给我干 真这么忙着 真忙着 你就瞅大清 这一下子轮出去以后 就紧接着 就是垫起了 这伙人了 包括邢亚军 二老班了 然后就是 红颜了 张涛老二了 就这帮人 乒乓的 那家敢什么 放炮似的 那对面这帮人 他也不是傻子哥 站着这个 打吧来 打死我吧来 还能打死我 不可能的事哥 一旦这头 嗡嗡打响了 那就有人开始 抱头往车后面藏了 他不可能傻逼合格 跟着站的 这一看 他们倒好几个 前面这个 包括杨昏都基本受伤了 包括他找的那些人 也好几个 他们给崩倒了 那当时气势上 就被压住了 你等到 这十多个人 往前这么一来 屋里头 这六七十号 胡喇 就一下子 全冲出来了 你等到他们 反应过头的时候 反应过劲的时候 哥 这帮人都已经 给你团团围住了 都懵逼了 有的搁车 那搁包脑子呢 有的搁这搁 五个肩膀的呢 还有的搁这搁 五肚子的 啥样都有 千颗肩就给围住了 他们也没想到我 说这屋里 怎么干出了 这些人 再一个 说就先头 除了这十多个人 就是抬这玩 他就敢崩 就这帮比仰的 是这么生性吗 再一个 现在大庆也好 电器也好 包括洪颜张涛也好 这帮人给贤哥 办事辞职 为啥呀 大庆都相信了 贤哥背后 有个美国人 包括张涛和洪颜 也几次想问贤哥 说大哥 你那美国人是谁 整个事呢 就是画到嘴边上 始终没问出来 就没问 但是都知道 贤哥背后 只能是有能人 你知道吧 所以说 这帮人哥 干起上来的时候 绝对不含糊 而且说 他们这个距离哥 八九米的这个距离 算统都是基本巨短的 那个逼玩人哥 大伙都知道 贺人绝对牛逼 就是迎面就崩 光光光就咳哥 只能打不死你 那时候打死你哥 你点了老辈了 你知道吧 打扇面 等打到你身上的时候 哥 就是皮里肉外 香里头 不像说近距离 顶你脑子 咚就一下子 那晚了 跑不了了 哥 究竟就打死你了 所以说哥 这晚上一旦 咚咚咚咚 轮上了 谁他妈不害怕呀 世人 他都害怕 这不吗 就把这伙人 可以说 围得板板正招 懂他妈 别弄来 别弄来 别弄 全来吃这嘎嘎嘎了 这四五十号人 可倒七八个 这其中就杨灰 剩下那些人 就已经脚械了 五个脑袋 你等到围完以后 这朝冰邦的 贤哥包括四哥他们 就过来了 往跟前这么一来 四哥就说了 说大哥 就他 贤哥瞅瞅他 说你就杨灰啊 杨灰可扎五个肩膀呢 说是我 说这个杨灰呢 是我弟弟 说这头 找他麻烦呢 这杨灰也发懵啊 说刚才这使了个隐 这怎么长出来 这些人呢 全是人 给他们围得板板正正 说哥们你谁呀 说你这么的啊 你记住了 说我是长春的 我姓孙 我叫孙世贤 您可以呢 从长春打听打听我 这小妹听过呀 说那个哥们 我记住了啊 说那你看这事 怎么办呢 这杨灰搁这个啊 他瞅瞅 这现在 咱那会儿人 搁你手里头呢 我说说啥呢 能咋的呀 对吧 但是啊 说有句话 我得说 我杨灰呢 可双阳 咋回事呢 你们呢 也可以打听打听 这条红颜往前 这么一来 你说啊 说哥们 你们可以打听打听 说我这个杨灰 搁双阳啊 咋回事 窍里下娃儿的 红颜当时 就把这个娃儿人搁 呼刺这么一搂子 就照当时杨灰 那个腿上 咕咚就一下 你就听一声惨叫 嗷就一声了 这小子直接就 把腿捂住了 包括他身边的 这帮人哥 都是先是一愣 然后这一看 这杨灰啊 腿他妈人给崩了 翘里一挖 给你脸了 还可是他妈的 牛逼红红了呢 咋的你下半辈子 想坐他妈轮椅啊 来我成全你来 这条嘎巴这一搂子 又照到那个腿去了 照到那个腿 水又过去了 这一条就有点懵逼了 说哥们儿 哥们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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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贤哥一手说红颜子 先别动他来 说有啥话你要说 你说吧 说这么的哥们儿 说那个 说我服了 说往后呢 我不找这个刘善斌的麻烦了 不找这个游戏厅的麻烦了 说这头那个 你放我一马 说行不 先给他瞅瞅他 说这个杨辉啊 你记住了啊 这头如果说你是个爷们儿 你不是认为说你个这个双羊挺牛逼的吗 是吧 就算你心里头不服 这头呢 你可以咋的呢 你可以啊 上这个长村来找我来 你能打腾找我 啊 到时候呢 你要是心里不舒服 你就过来 啊 说哥们儿我服了 啊 说我谁也不找 还有说那个叫高二虎的呢 这高二虎没挨招打你知道吧 可后面蹲着呢 说高二虎搁哪呢 这头杨辉又回头了 二虎啊 二虎啊 啊 辉哥 说搁这儿呢 贤哥一瞅 说三啊 你拽过来了 拽过来 就把高二虎 嚎头就给拽过来了 这一拽过来以后 说那个大哥 啊大哥 说你看这个 咋的呢 贤哥这一瞅 说就你搁这个阿头 玩这个游戏机输了 往回要钱哪 是你吧 也是你找的这个叫杨辉的吧 啊 说大哥 那个 是我 说你看 不知道咋的事 啊大哥 说你看 那啥 那个 服了 我昏哥都说服了 说你放心吧 说往后咱们绝对不为难这个 参宾的 废他来 那这头我三哥这一听说 废他 这玩儿嘎巴这一路 到腿上咚咚了就两下子 就直接就给高二虎就给废了 给他们杨辉 你就听这两声啊 当下了 当下了 包括他们这伙人 跟着一瞅的时候 这帮人他们下手挺狠的 直接鸡巴给高二虎 废个鸡巴的了 我操 sorry了 给高二虎都打过迷了 说那个杨辉啊 杨辉伙给他瞅瞅先鸡 说一瞅他也不像说那个社会人 说长得他妈的横眉立眼 但是他妈挺狠的 搁这家都五个腿 这个手搁这家五个肩膀 说哥们 你记住我说的话 这头呢 要是说再敢为难山兵 下场 不用我多说 还有一句话你记住了 如果是爷们 你要认为你自己不服 你来昌村找我来 把山兵抛开 他就是一个做买卖的人 对吧 说咱们两伙掐 你要是把我掐扶了呢 你咋的都行 我说的话你记住没有 说不能 你放心吧 说我谁也不找 因为处于下方头 他不可能落那虎鼻壳 他一看他妈的这帮人 挺赶整 张涛就过来了 小卡皇嘎巴就蹬开了 就离娃了 记住了啊 再敢扯别的 眼睛都给你处瞎的 听不听见 哥们 听见了 妈 听见了 臭 哭呲就一下子 这小子这一朵 张涛是问他脸来的 他这一朵 拿手这么一防 一下就砸手了 哎呦 先给你瞅着涛啊 行了啊 行了 就这么的 说他妈的 你也是社会人养魂的 别玩埋着的 听不听见 就离娃儿的 说这次啊 放你一马 记住了啊 哥这个丫头 这手砸得滑滑的 这时候就告他们 滚足的 但是他们毕竟有很多人 没受伤 都给大家报脑子呢 这吴麦就把这帮受伤的 就给扔走了 败得挺惨 贤哥这帮人呢 就进入屋了 这一进入屋 在当时这个山斌呢 哥屋里都丑直了 都懵了 大哥 说山斌呢 你就记住 不管到啥时候 你有这帮人呢 不管说双杨谁 这头只要是说 熊嘛你 欺负你 肯定是不好使 但首先有一点啊 咱们呢 不喜欢呢 咱们这个不能啊 欺负别人 但是有事了 咱不怕事 没事了 咱不能惹事 能听明白吧 说山斌大哥 听明白了 说别害怕啊 啥事都没有 说行 还有啊 如果说有东厂找你 或者是说 有谁找你 这头呢 你直接就说是我 你再来找我来 啊 神哥 这我知道了 三千哥这个啊 说大哥呀 我这意思啥呢 这头 有一天能先关门吧 这个毕昂的 咱给他整死 这脆牛逼 但是咱也给他整 那脊巴挺惨的 他别脊巴狗鸡跳墙 是吧 这头得对山斌咋地 说山斌呢 有一天能先过一段时间 看看这毕昂的 啥意思 说行 三哥那我听你的 贤哥一手 三成说的也没毛病 说行 那就这样 不是 说那啥贤哥 这头吃个饭 饭就不吃了 自己家人啊 没那些说道 说这么点吧 你把门关了吧 这头呢 先看看啥情况 这不以防外衣嘛 就这样 贤哥他们上车乒乓就走了 也怕他们 得整出来别的事 大伙就上车了 这一上车呼呼啦啦的 就奔往长村回来 那这个时候 三斌呢 把这个游戏厅呢 也过门了 得看看咋回事啊 等到大伙回到长村以后 贤哥呢 请这帮人吃的饭 包括大青他们 大青一瞅瞅 说双羊这会人 他是个哆的呀 他妈的他敢跟咱扯 赠死他 要他命 就这样 大伙吃完饭 也喝完酒了 大家伙呢 也挺得劲的 钱呢 也没给他们 而且呀 说给一把这个杨灰 打他们两回 这杨灰到这个医院以后 这头 该取把花生米 就取把花生米 该他们包拿就包拿 该治哪就治哪 这不就来到第二天了吗 这来到第二天以后 那这帮人 心里头都挺不舒服 说咱可双羊羊 长村这伙人 你说 给打这鼻子 说长村的这个孙世贤 是谁呀 他这么牛逼呢 就这样 这杨灰这一瞅着 他妈的 这把这脸可丢大了 哥呀 何止丢大了 现在双羊 船得沸沸扬扬扬呢 说咱们要长村 一会儿打探狗懒的 啥都不是 现在说啥都有 磕臣死了 说打探打探长村 要闲事干啥的 打探呢 就这么的 当天下午 他们就把这个电话 找到长村了 我操不打探 不知道一打探吓一跳 说长村大哥 说刚把二道 那个吴建伟 给撂倒了 现在已经 尚未长村大哥了 这电话 他妈的 还不如不打呢 给这帮小子 打得提心吊胆的 说伙儿哥 咋整个 说这小子挺尿性 咱上长村的 得吃亏 牛逼 这最小子 可长村这么牛逼嘛 昏儿哥 说你倒拿个主意呀 当时杨昏儿 也陷入难处了 说这主意咋拿呢 上长村去干他去 这头他妈 那荣誉可长村 出不来呀 他可长村挺牛逼呀 这一打听啊 旁边有个小子 叫郭辉 说哥呀 咱这脸要是不往回 找一找 往后咱咱可送羊 没法混了 辉啊 说你有什么好主意吗 哥呀 说我是这么想的 说咱们现在都有伤 咱得想伤 像这个事呢 往后啊 来一来 这头呢 咱们呢 逮着这个刘善斌 撬里一挖的 这件事呢 就是因他而起的 他找的人 这个比昂儿呢 咱往死受着他 等这个比昂儿呢 一住院 那这头 长村那边肯定得来人 不管他谁来 这头 咱们就给这个 医院一左一右 派人盯住了 只要长村来人了 咱们一勺就把这帮人给他 汇着 哥呀 到那个时候 咱们的名 能要往回争 气 咱们能出 然后他打上咱们这么多仪 咱们呢 再管他要钱 再一个哥 咱有关系啊 咱把它收拾完了以后 你再找你的关系 这件事啊 就好整了 哥 他再牛逼一个 他不得怕咱关系吗 杨辉这一听 说他妈得有道理啊 啊 说果辉说这招行啊 说咱们再来 给我撒吗撒吗 刘山斌 这一到这个游戏厅 这夜来我擦他妈 这游戏厅关门来 这夜回来说大哥 这游戏厅关门来 说这脚妈的 撩马去了 说别着急啊 说这头呢 咱们该养伤养伤 这头盯着点 那个刘山斌 这一晃吧 得过去帮个来月来 这头三城呢 也问这个山斌 说怎么样啊 说那三个 这没啥事啊 现在就一点风声 都没有啊 说这帮小子 可能是他们害怕了 你这么呢 你这样 游戏厅啊 你该开业开业 说那行哥 就这样 这头呢 这个游戏厅 就开门了 起初那这个 这个山斌呢 没来 让这个服务员 啥子 咯这嘎头 山斌也留了个心眼 说别急 是不是 再整出点别的事来 但是呢 你看自哪开门 好几天了 也没啥事发生 但是这个时候 就有人盯着 这个游戏厅呢 就等着 刘山斌 出来呢 那么你看 自哪开门了 以后能过去 一周左右吧 三城又打电话 问他来 说你看你开门了 有没有人找你麻烦呢 说没有 三哥 说那就行 说这伙人呢 我估计是他妈服了 也许啊 他他妈这 打成贤哥了 他一看呢 跟贤哥整不了 所以说这伙人呢 不敢说 他妈跟你遮个娜子了 一旦有啥事 贴打电话 说行三哥 我迟到了 就这样 那你看 山斌呢 就该回游一厅 就回游一厅了 这一会儿 过去二十来天了 就这样 直到 山斌回到游一厅以后 人家底下这就来信了 说大哥 发现刘山斌了 这杨辉这一厅啊 瞧里也挖着 说这么的啊 这头呢 说那个辉啊 哎 说哥 把那个刘山斌呢 给我逮着他啊 给我往死揍他 往死给我打他 就按照你说的去办 说行哥 那我明白了 就这么呢 郭辉呢 领他妈这个不少人 晚间就冲进这个游戏厅了 这一瞬间的事 这服务员的小飞 这一瞅 这帮小子又来了 这小子直接就蹲这了 紧接着他们就冲进办公室 就把山斌就给逮着了 逮着以后就给山斌一顿大刀 叮光的 又砍又砸的 给山斌干他妈够壳 这帮小子扬长离去 那这个时候 小飞又懵逼了 嗷嗷喊呢 说赶紧来人来人啊 就把当时这个山斌 给整医院去了 那这个时候 医院就已经有洋魂的人了 就哥这嘎 等长存这会儿人来呢 但是 哥呀 他们是不太了解 三成这个性格 三成那个性格 哥绝对不一般 而且吧 他的性格贼爆 那么你看该治兵 治兵该怎么地怎么地 三兵肯定是没死 但是伤得挺重 当时手筋啥的 都给他妈挑断了 而且呢 这个后背包括脑子上 逢他妈老多针了 他媳妇都懵逼了 这来到被砍的第二天以后 这他媳妇把电话 就打给这个三哥了 三哥不到啊 三哥正在外边吃饭呢 这一接 喂 说三哥 说不小敏呢 小敏呢 你哭啥呀 说三哥出事了 出啥事了 说那个善兵 差点兵人给整死 现在哥医院呢 这头啊 就刚想救过来 这人还昏迷呢 老门你别怕啊 你现在不搁医院呢 你现在不搁医院呢 这三哥我搁医院呢 原来 这我知道了 电话嘎巴这一挂 三成就几眼了 就你玩了 这个比养子没服啊 三哥搁这嘎 行得来行得去 他谁也没说 就一个人 整了一把家伙事 要干啥呀 要废当时的这个杨魂 你要说把杨魂整死了 那有点吹牛逼了 那不是说 他妈杀人不犯法 对吧 单身说咋的呢 我废你没毛病吧 你个逼啊 我要你牛逼 三哥就尿不敲 自己就回来了 他也跟四哥也没说 跟谁都没说 开个小车 冰棒的就奔往 这老他妈的 松阳医院了 他得先来看一看 自己这个弟弟三斌呢 对吧 等到他到这个医院以后 这一下车 因为人家有人认识他们 就看见了 这头就给谁呀 就给这个杨魂 打电话了 说辉哥 说他妈的长存来人了 多少人 说一个人 一个人 说叫什么三成那个 就是那个善斌他哥 翘里一花 你给我盯住了啊 哥儿呢现在 说进那个医院里面了 好嘞 电话就挂了 三哥不到啊 三哥还想鸡巴 偷偷摸摸的 干这个杨魂呢 实则上杨魂已经布置了 你等到三哥 他往这个医院里面 他一进 看到自己弟弟 善斌的一幕 心咯噔一下吧 那身上啊 左一下右一下 右一下左一下子的 那包的哥 说句不好听 赶他妈外星人的 你这咋整个 这小敏咯咋就哭 三哥这一头 这么呢 小敏咯别哭了 妈 这事啊 翘里也挖的 三哥只能给你个交代 我要是不给你和那个 善斌一个交代 我就不配当你们哥 这啥事儿没有 你可怨的 照顾着来 就这样 三哥就出来了 这个他妈一出来了 他也没想到啊 说这个周围有人 烤车门 这时候就要上车 那这个时候 就被杨魂 这伙人就给围住了 直接就给围住了 这一围住以后 三哥还想反弦呢 几枪霸子就给三哥打倒了 然后直接就把三哥整车上了 然后就把三哥拉到哪儿了 拉到他的这个 利水湾洗浴了 那这个时候 葛医院的这个杨魂也接到通知了 说魂哥 说咱们把人啊 给整到咱们这个洗浴了 这杨魂这一瞅时就回去 他领他这帮大兄弟带着伤 这不就回来了吗 但是哥 杨魂还默不如不回来了呢 他这一回来把命给整没了 三哥这头呢 让人家啊 说他妈得给带到 这个杨魂开的这个 利水湾洗浴了 那么你看吧 这头 杨魂各医院 带着伤 领他这帮兄弟就回来了 这一进屋就看见三哥了 三哥此时此刻脑子竟然打坏了 杨魂往屋里这么一来 说我撬里一弯呢 说我可下逮着你了 你快逼养了 三哥这一瞅 说杨魂啊 说你他妈得真是活够了 说你还不服 是不是 说这头你把我老弟给整了 葛基巴医院这头 你说他妈得把人埋伏好了 就等我来呢 是这意思不 那你说呢 说他妈得咋的 你们他妈藏村的 倒计把双杨了 给我杨魂整啥也不是 你是不是真以为我啥也不是 咋的啊 现在双杨这些他妈的社会上的头头脑脑 包括他妈的一些呀 说他妈的流氓的啥的 可背后啊 说一轮我杨魂了 我他妈的双杨啊 玩不了了也呆不了了 我要是不整你们的情况下 我咋还呆了 我翘里一挖 你们跪下来 就让三哥跪下来 那三哥肯定是他妈的宁死不屈 他皮子得爆 而且嘴还贼硬 说我翘里一挖杨魂 今天你要是不给我整死 你看呢 说他妈的 我今天把话撂这 你看我整不整你就完了 说比眼都到这个时候了 你还这么牛逼吗 说我揍他 这头这帮小子就给三哥叮光的 一顿枪霸子 给三哥他们就搂倒了 然后杨魂就说 翘里一挖你到底跪不跪 三哥满脑子都是红红 说我要是给你能跪下杨魂 说我连死 我莫不如死去 说我连死我都不怕 我能给你跪下吗 我翘里一挖 你不也撒个尿就 照着你自己 你是不是那个 那这头他妈的杨魂 这一头三哥这么激他 他激眼了 杨魂他妈的疯狂的 说翘里一挖 说把他那腿给我撑出来 把他腿给我打折了 就这么的把三哥腿就给拽出来了 然后拿着这老家伙事 就罩着这个三哥腿上 就是一顿他妈的枪霸子 给基伯当时这个腿给干骨折了 冰光的 那三哥他妈也没服 这杨魂过去就薅住三哥头了 说我撬里挖的 到底跪还是不跪 你今天跪下了 这头你给你大哥打个电话 给我拿他妈三十万 说一分他妈都不好使 打伤我这么多人 咱的事呢就了 三成当时就说 说你妈你做梦 你纯属他妈是做梦 我撬里挖的 有种你就整死我 这人呢就是太刚隔 不行 你让我三哥那就不一样了 钱给你就完了 别打我 但是三成这种人那个 不太好整 就这样 这小子一瞅着 给你打这个B一样了 腿他妈的都给你敲骨折了 说你还敢来给我放绳 说那行 既然说你给我放绳 那好事我成全你 撬里挖的 他这一转身 说把他另一条腿给我撬折他 他这一转身的同时 三哥哥这样都大懵了 你知道吧 就看见啥了呢 就看见这小子 腰后面那个东风三了 他现在属于啥呢 打个比方说这是三哥 他现在的三哥哥 站着薅着头 说我撬里挖 你跪还是不跪 三哥哥这样就骂他 这小子一挥皮 说我撬里挖的 就把这条腿过去 再折他 三哥就赶上这个当口了 就看见啥 这条这个东风三了 一下就把这个东风三 就给抢下来了 就是一股激进 这一抢下来以后 嘎巴就给他顶脑子上了 说你妈都别弄了 别弄 他身边这帮晚上 他妈的懵了 说他们昏儿哥 昏儿哥 杨昏儿哥这嘎头 说他妈的 啥意思兄弟 啊 说咋的 你还敢整死我呀 我撬里挖的 说都别害怕 说他他妈就一个人 他能咋的 你妈的 都别怕 这时候三成就告这帮人 说我撬里挖的 把家伙儿都给我放下 就列着当时谁啊 这老他妈的杨昏儿 从这个喜悦往出来 杨昏儿就告他这帮兄弟 说他妈的 都听我的啊 谁也别把家伙儿放下 啥事都没有 我撬里挖的 三哥当时就说 说我就数三个处 如果说你不告诉 你手底下这帮人 把家伙儿放下 你要是不跟我走 今天我就整死你 杨昏儿没相信 你知道吧 是你这伙儿人挺猛 挺敢干 但咱们在 纵目睽睽之下 你敢整死我 他哥这嘎也犯上绝心了 三哥就给他查数 说三 二 那他这帮兄弟 杨昏儿这帮兄弟 也搁这个 说昏儿哥 说没事啊 啥事都没有 撬里挖 他就一个人 他敢整死我呀 吹他妈牛逼 一 这帮人家伙儿也没放 杨昏儿呢 也不跟他妈的 三哥往出走 那这个时候 哥就尴尬了 三成都被他们给打蒙了 腿都打瘸了 那这个时候哥 到一的时候 这帮人 都他妈盯着瞅呢 你就听哭通就一声 这一声哥 绝对得够响啊 就哥当时 他这个 沥水湾 这个办公室 哭通就一声 就这一晚上 从这儿进去 就从这儿干出来了 都他妈打爆了 哭通就一下子 那这帮人 先是懵逼了 或者哥 三成王里头 嘎巴着一推着门 就给带上了 紧接着就下来了 这一下子 拿着家伙儿 撬了一旁 滚 滚 这时候三哥就出来了 这一出来以后 就上到自己车上 因为当时 医院把三哥 压回来的时候 是开着 三哥的车回来的 知道吧 就直接就上车了 这一上车 这帮小子 现在都不知道去撵了 也不知道去追了 因为啥 懵逼了 这大伙儿能感受到 那当时那个画面吗 就是说自己大哥 就在他们面前 就是一下子 就给他干消祸了 哭通就一下子 脑僵都给他咳出来了 这帮人首先是懵逼 没有人敢追了 没有人说他妈 这敢舍命出现 别跑 我干死你 吹牛逼 跑都来不及呢 哥 甚至说杨魂有的 那个小兄弟啥子 哥 当时他那个 利水湾那个办公室 都想从窗户溜了 甚至说有的人 都冒在桌子底下去了 哥 吓着了 不是哪个社会人 哥都敢杀人 这一下子就给杨魂 就地就给撂那啥子了 哭通就一下子 三哥这头 上车 开车就往他妈的 长存撂 把电话就打给当时这个 山彬了 山彬这一接电话 三成就说了 说老弟 这头为了事 说那杨魂让我给打死了 山彬就猛了 说三哥 那啥整个 说东场要是找你那些 你往我身上推就行 这事啊 跟你没关系 大把 挂了 这不嘛 三哥 往长存回的过程当中 把电话拿给贤哥了 贤哥这一接 喂 说哥呀 三成 哎 三啊 说你干啥呢 哥呀 我跟你说个事啊 说我惹事了 怎么的了 说那个苏阳 那个杨魂你还记得吧 我记得 让我打死了 什么 说因为啥呀 你就别问了 这次我走了啊 不是啊 说三 电话他一挂 三哥 开车也不知道 六级吧哪去了 这贤哥就懵逼了 这接二连三的出事啊 就这帮玩上哥呀 他是真敢下手啊 而且说咋的 你像三哥他们 都是从小一起长到大的 你说这帮人 竟干这些虎事 赶紧不就往建材市场就来 四哥给他抽烟呢 还不道呢 你等贤哥来了以后 四哥才知道怎么的 说他妈那个杨魂 让他妈三城给整死了 三城向他溜了 说因为啥呀 这事不完事了吗 这时候我问他没跟我说呀 说这他妈可杂整啊 说既然说三城跑了 这事啊得摆呀 说他跑哪儿去了 说打电话也他妈不接 不知道他啥意思 那这个时候三哥撩眉影子呢 那双杨这头呢 杨魂这面呢 就倒在他妈自己办公室了 他这帮凶子都吓疯了 那肯定得报冬场啊 这冬场跟他关系比较好 那个老大就来了 令人 这往屋里这么一进 这一瞅我操 当场报头了 说他妈这谁干的 当时人家就说了 说刘善斌的有个哥哥 叫他妈三城 人家就直接就来到医院了 就问当时刘善斌了 善斌的医院都傻了 说那个三城是你什么人呢 说说说那是我哥 大名叫啥呀 说叫刘善成 家长村的啊 长村的 就这样 人家当时 双阳这个冬场 就直接联合这个 长村冬场了 说这个南关区 有一个叫刘善成的 在我们双阳把人给杀了 那他妈冬场 还管那事吗 就直接就储到三哥的家去了 给当时三哥这个父亲和母亲 下完了 说这咋有事啊 说你儿子跟一庄 他妈这个杀人案有关 说你儿子回没回来过呀 当时母亲都抽了 下赖了 他爸跟他都蒙了 那冬场不管你那逼事 就这些奏歌 他到这来 他不管你能不能受得了 就实话实说了 你儿子把人给杀了 当时这父母 母亲都蒙逼了 这父亲跟他说没回来过呀 说咱们跟你说好了 要是回来 跟咱们第一时间联系 他杀人了 而且如果是跟你们联系 他说劝他自首 争取宽大处理 就这样也给双阳警方回劲了 说咱们已经上他家去了 这小子没回家 然后又来到建材市场 来找当时三哥来的 那这个时候 三哥早已经溜了 人抓不着了 那人也不是他妈四哥傻的 也不是他妈咸哥傻的 对不对 你当时有不少人 已经指认是他妈的三成干的 就这样 这母亲他妈的也随即进医院了 这老父亲就找到贤哥了 贤哥也没成想的事了 说这个叔啊 说这个 有这事 他妈都进医院了现在 说他撩马去了 说因为啥呀 说叔你就别着急了 这头我想你一切办法 说你放心 这老人能有啥办法啊 贤哥这一瞅这老父亲 眼泪皮啦啪啦往下丢 再一瞅老母亲 可那个还抢救呢 受不了 把钱就给交了 这头他妈的就给三成连续打电话 最终他妈的也打通了 就问三哥哥哪呢 三哥也说说你不用管我 这头呢我肯定是回不去了 说我爸我妈那头吧 大哥我就交给你了 我照顾好了 说三人你放心 父母那头有我你放心 到底是咋回事你得跟咱说道说道 贤哥一手就三成连续玩不好吧 千万别回来 这头我想办法 就这样 这头贤哥能不管吗 他必须得管呢 这头就想到谁呢 想到薛总了 因为他现在没有别的能力啊 说他妈的 我去办这事去 谁能给我面子呀 给我面子那不也是因为薛总啊 我去直接找老鹏去啊 老鹏拿我当登啊 对不对啊 我找老田去啊 那更不可能 还是找老米去啊 那必须找自己大哥 贤哥就把这个电话 就打给自己这个大哥了 也就是这个薛总 贤哥前期薛总真的啊 帮了很多很多忙 如果说没有薛总 就是老歪这一伙 跟贤哥他们火拼 你记住 贤哥未必是老歪的对手 他也一下子上不了 长存一把大哥这个位置上 你知道吧 哥 所以说贤哥能这么痛快的 当上长存一把大哥 这跟老薛有很大的关系 不是说你身边有兄弟 说猛敢杀眼敢放火 那老歪身边哪就没有啊 对不对 老歪为什么退出来 是因为直到贤哥背后 有他们美国人 厉害 能把他们这一伙人全给扔进去 甚至说把老歪都能给他避露 是这么个意思 就这样 这一人捞过去以后 这薛总一接电话 贤哥就把这事给学了 说这是我的发小大哥 贤哥都哭了 眼泪都掉下来了 说你看这事是掌握是掌握的事 完了最终说 我弟弟 下手郭颂 这头把这个叫羊虎给干死了 薛总这一听 说我想想折吧 妈 你看你那兄弟先多好了 先不能让他们给抓着 咱们这头得画道 得摆道 说我知道了大哥 说你放心吧 就这样 第二话一撂完以后 薛总能力确实厉害 但是也有限 他跟日后的杜城了 叶三哥了 比不了 你包括日后的这个勇哥 那在薛总这块来讲 那都是天上的人物 他基础不上 这是实话哥 但是咋说呢 薛总人的老家呢 就是这边的人 你看葛长村那边呢 绝对是够用啊 关系网 以及当时在这个吉林省里面 也绝对够用 认识当时这个 东厂的这个厅厅呢 以这个掌掌 这不吗 就开始使尽自己的关系了 薛总也把这事给说了 说你看看 这头啊 这件事该怎么去运作 该怎么去办 而且说双杨这伙呢 带头的死 这个杨晖 他就是双杨当地的黑社会 是把人家逼得没有招了 所以说才导致 发生了这起命案 那当时跟薛总关系好的 肯定得相当薛总啊 因为啥哥 关大一级亚斯人 从厅里面 直接 往下面打电话了 那长春市 就开始往双杨打电话了 就开始了解杨晖这人了 而且言语当中 杨晖这个人罪该万死 为什么 他是当地的黑社会 为什么这个三成要把他打死呢 是他们给人家逼得走投无路了 那这就是东厂的 画的 我就不过多地去解释了 因为时间的问题哥 大伙你们也都能理解 也都能听明白 对吧 那肯定都得向着薛总 向着贤哥这方面 他不可能向着杨晖啊 你一个双杨 你到什么时候 你不得听他妈长春的啊 你长春到什么时候 你不得听省厅的吗 对不对哥 一级压一级 本身你杨晖就是他妈社会人 你就不赶着你的底子 所以说这头 最终给薛总一个什么定论呢 说薛总 毕竟是人民案 迪昂这小子回来投案自首 然后咱们再运作 这已经很可以了哥 哥里面待个五七八年的 或者说待个十年八年的 慢慢的你运作出来了 但是你人得回来 这已经是最大的限度了 薛总就明白了 这很快可能 就这个事哥 在一天之内就完成了 就这样 把电话就打给贤哥了 赵贤你必须得让你这个人回来 到这个长春投案自首 然后咱们再运作 大哥 这是命案 你要是信得着我 这头你就让你兄弟回来 你大哥我能坑你吗 我给你摆这件事 我用了很多关系 先让他投案自首 然后这头 咱们再给他往头办 用不了几年 我敢保你 五年 肯定他能处理 那就可以了哥 你把人给消护了哥 五年 而且是纵目睽睽之下 有太多太多的证人了 那你还想咋的 贤哥这一听 是大哥我知道 那我明白了 那你跑不是事啊 你不能说一直留 你不是说打个仗斗个欧 对吧 或者是有个伤害 你这他妈是杀瘾 那双阳肯定得抓你啊 就这样 这人得回来 这头 贤哥把电话 打给三成了 三哥当时就接了 说三成你得回来 三成一手说咋的了 家里出事了 说家里没出事 老爹老妈那头 有我呢 你不用惦记 这老母亲呢 我就多了 就不跟你说了 老母亲身体咋的事 你也明白 但是有我你不用惦记 现在你回来是咋的呢 你得投完自首 这事呢 我已经给你摆了 五年之内 我保你出来 三成的一手说大哥 我回去 你回来 你跑不是事 找找找找找的 是你他妈的 出事 你现在回来 因为我大哥跟咱保证了 他不可能坑我 我更不可能坑你 我他妈认可自己的死 我自己进去 我能坑你吗 三儿 说哥 这你不用说 这我信得着 咱是过命的 那不就得了吗 你回来 我为你好 就这样 三哥就回来了 三哥这一回来 贤哥就领他自首了 这一自首了以后 贤哥这段跟他说呢 五年之内 必给你整出来 三儿 挺住了 而且说 哥看看那边 藏大馆 那是我关系 哥里面能罩着你 等你到那个大狱里面 有这个 华山淑他们 有贤朗他们 说你放心 啥事都不带有的 你就是当他那里面 溜达去了 行不 行 说家里头 你给我照应着点 说我妈的身体吧 知道这事以后 可能受不了 说那你就不用管了 这事现在 你不用考虑了 有我呢 家里头啊 你就放心 说行那哥 那我就知道了 包括四哥他们 一个一个的眼泪都 劈了啪啦 悬下来了 大小的 说不了 你知道吧 但这才哪到哪呀 三哥这不就 进他妈看看了吗 贤哥也特意找到 这个张大馆的了 说你看大哥 这头我凶的 说你给照应点 张大馆一手说没事 啥事没有 你放心吧 这也知道 是贤哥的关系了 张大馆挺讲的 而且挺佩服贤哥 贤哥 咯及把张大馆的 那个 北大龙的呆子那时候 那张大馆的那家伙 挺他妈猛 那贤哥那么打都没服 这小贤子你知道吗 是个战士 后来贤哥回来以后 也好了 过年过节啥 也都给那个张大馆 送礼啥的 你知道吧 所以说你看贤哥 说句话肯定是好使的 就这样 那这头双阳也得知了 说这小团子手了 这个案子不就结了吗 然后 是怎么个判法 各方面的 对吧 那就是人家这个法院的事 等着吧 反正你等到这个判决下来以后 这头呢 三成就得住大狱了 可是哥 三成呢 就这个人呢 天生呢 就是说 他是生性了 他也不是咋的 还是说脑子有问题 但是我感觉跟脑子有问题 没关系 他可能是跟外边呆习惯 灵不定义到那里 他受不了 你知道吧 就是说我说一个真事啊 就是三哥是啥人呢 就跟人干杖的后背 那口子的砍他妈的 真捆啊 干挺深的 他整的晚上整的好吧 他也没上医院 也没捂的 怕他妈动场抓的 那都是小说法的事啊 他拿那个透明胶布给缠上来 就拿透明胶布把伤口给你粘上来 那也挺生硬 你知道吧 就这样 隔里面呆着 贤哥他们呢 这头有关系啊 因为隔看守所是不允许你随便见的 但是有张大馆这方面 贤哥他们没啥事呢 就可以说进来看 没啥事就安慰这个三成说 啥事没有 就这头等到这个判决下来了 你别管他多少年 他这十年还是二十年 你放心 这五年之内给你办出来 因为啥 你得给杨活有个交代呀 知道吧 在等着这个期间 因为那个年代的案子走的流程特别慢 你知道吧 所以说你看吧 隔里面呆了大概吧 能有半年左右 就出事了 贤哥这一瞅说 你看快了 三成总总问 说我这是判决什么时候 就下来 说快了 你别着急 说这才几个月你忙啥呀 在一个隔这里面 也没人欺负你 没人咋的 他在那里面打这个打那个 叮光的 感谢我大哥 但是哥他就给你熬不住 就待了半年 他干啥 他研究保外 研究保外 而且三成这个母亲 那包括父亲 贤哥总领这帮兄弟来看呢 看他家来 说你放心吧 婶 包括叔 说这个三成 虽说呀 现在哥这个看看呢 但是咱们已经运作了 几年就能处来 说贤呢 你没骗婶 我没骗你 啥事没有 你放心吧 那就行 说那个 你们打小的 妈 说咱家那孩子 那个脾气就酸性 说我知道 妈我知道 放心吧 婶啊 就这样 突然间 突然间 一个噩耗就传来 咋的呢 三成哥那里面 咱不知道是怎么运作进去的哥 但是肯定是有人给他运作 就把东西给带进去了 是一种药 这是真事啊 是一种药 他当时就是用的量过大 而且他搁在里面 打这个打那个的 这帮人害怕他 他搁里面 左 总左 他这个玩意 他整完了以后 就大劲了 他就想保外网除除 这一下子 就从那个铺上掉下来了 满嘴就喷白沫的 当时这号里人就懵逼了 说这咋的了这是 说他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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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咋的了 啊 说这这这这这这这 这怎么出沫子呢 而且当时这个 藏大馆子他们几个 就听着有人喊了 说这出事了啊 出沫子了 说这人出沫子了 喊紧的 就搁看看他半年 你说你这么忙什么忙人呢 你说你撒人了 你不像别的 对不对 而且外边都已经给你运作了 这三哥就搁这嘴子 就是把这个东西就给吞了 就给吃了 就是那一种药 就这样藏大馆子 他也没成想可能死 他就以为这个玩意吃进去以后 他能保外 没成想射击生命 他整大块劲了 你知道吧 藏大馆子这一来 就赶紧喊他们当时 看看里面这个狗鼻大夫 这狗鼻大夫一过来又拿大把针 又砸他妈的 这个位置叮光的 这一顿整一顿砸的 这磨叨叨叨的 也出差不多了 这头说不行了 说赶紧他们往处送吧 这他妈的往处这么一送 藏大馆子把电话给贤哥打回 说你们赶紧来这个 市医院 说咋的了 说你这个兄弟在里面不能吃啥玩意了 吃啥玩意了 说人好像又不行了 这贤哥这一听就懵逼了 领这帮人呼呼的就来了 包括四哥他们这帮人 全磕来了 这他妈一磕来以后 人都硬个急巴的 抢救无效 死亡了 这个消息谁都接受不了 你就想吧 打小啊 在一起 三哥 活巴烂跳的一个人 就是短短分别半年多 现如今人却阴阳两个了 试问谁能受得了 就是鬼催的 你知道吧 就是人就是该着 三成命就是短 你知道我哥 贤哥当得知这个消息以后 就直了 一下子就已经倒地了 就腿都软了 包括四哥拐都扔个鸡巴的了 贺群了 哑巴的 就这帮人等等吧 那魔障熟 都疯了 包括张吉果了 火中贤了 这帮人 包括贤哥 从小一起到大的 老二了老七了 老海了 小光了 这帮人 完了 就给这医院都懵逼了 就好像是像做梦一样 你等到来到三哥跟前 小单一周 人都硬了 这脸都塌了 眼睛都凹里头了 就是那个情景歌 我用语言是形容不出来的 贤哥 就说着话之间 就拿着个脑袋 就照着三哥躺在那个床上 光光 脑袋都磕出血了 包括四哥他们 那全都照墙上光光就一顿堆 这关系歌跟日后认识的人的关系是不一样的 这是打小的 风里雨里 只要你喊我一声 我必到 这是他妈刻进骨子里的感情 那不是说谁他妈的用钱呢 或者是三言两语啊 说能把他们分割开 分割不了 一辈子分割不了 不会离心 那贤哥都哭完 哭赖了 站都站不住了 你包括说这帮人 就是大小一起长大的 这帮人 谁能接受这件事 谁也接受不了 这也是对贤哥的致命打击 我他妈老长时间了 那能是说一时间 说这人没了 他就能接受呢 接受不了 每每说大家伙 一起一喝酒啥的 完了 一提到这块 大家伙都气不成声 都这样 但是哥 终归事已如此 那你还要怎么样呢 这就是命 这兄弟就这么眼睁睁就没了 你说你说你是 咋想的呢 就这样 母亲 父亲都知道了 那老母亲当场来了 就是 完了 没走两步呢 这头就完了 掺着过来的 看见儿子跟他躺着 哥 当时就昏过去了 老爷们 就这个父亲 还好点 你咋想看 没办法 这头又得 他妈的抢救母亲 还得安慰父亲 贤责这个时候 说他妈三成已经出事了 不能让他母亲 再让父亲出事了 怎么办呢 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你是该出病出病 该安葬安葬 这头几天的时间吧 三成呢 入土了 那你看哥 当天入土的时候 就这帮人哥 就是那个状态 以及那个表情 就是你看不了 你就包括当时 这个方子和这个 脖子是属于 后跟先跟他们 搁一起 不是大小的 就一看这帮人 搁这嘎子 平日里头一个一个的 就包括四哥 很透了 就到那个时候 就搁那个阿姨跪 拽都拽不起来 你也不知道 他们嘴里 给他捣过啥 说的是啥 但是感情 给他放着呢 不知道他们 打小是啥事的 那没人能知道 葬礼上回来 老母亲又住院了 父亲还得搁这 照顾老母亲 咋整个 贤哥当大哥的 这头三成病没了 得照顾好母亲和父亲 对吧 隔天领着这帮人 来到这个医院的病房了 进入屋了 就给母亲和父亲 就跪下来 说婶 往后 我们都是你儿子 你就是我们的妈 我们的爸 说三成出这个事 太爆了 没办法 这就是他的命 但是往后咱是你儿子 你就有啥事 你就吩咐一声 那么你看 老母亲没这声 这老父亲 把这帮孩子啥 都扶起来了 所以你们 打小就跟三成隔一起 是吧 三成出这个事 没办法 已经无力回天了 那能怎么办呢 说行 说这头呢 我和那个 你孙儿啥事啥的 肯定给你们支会一声 那你说怎么整 没办法 你包括四哥他们 包括贤哥他们 各地上全起来了 那拿三成的母亲 包括父亲 就当自己的这个 亲爹亲妈 换班大家伙来 陪着啊 聊天啊 唠嗑啥啥的 就怕这个老母亲 你看 再想不开 再因为说这个 身体啥的 想自己这个儿子 哪个他妈母亲 能接受自己儿子 他妈的 没呀 谁也接受不了 大家伙就换着发的 那你就得往下赶着走呗 走到什么程度 算什么程度呗 包括说这帮兄弟 在一起面 还是吃饭喝酒啥的 别提 一提就完了 你看我七哥那壁出 哭的 大鼻腾 躺他们朵朵肠 一喝点酒就啥就耍 就想到三哥五的 那你怎么办 事儿都已然这样的 是不是 你说怎么做呢 包括当时这个山宾 他也知道 说他三哥是为了他 也来到这个长村 跟这个三哥 他母亲 包括他这个父亲啥的 那也得安慰呀 那你说咋整个 所以说哥 这就是三成的命 其实如果说 往头半的小公家 哥 你就放心五年之内 人薛总说了 肯定能给你办出来 就哪怕说判决下来了 判你二十年 你就挺着 别吱声 但是这头肯定 能给你划出来 判你这十年二十年 是啥意思呢 是给他们杨活那头 一个表面现象 但是肯定在五年之内 能给你捞出来 但是你看三哥 没办法 三成就这么死的 也对贤哥这伙人 打击非常重 也是非常大 咋整个 叫天天不令 叫地地不应 你想让三成回来啊 那不可能了 没了 所以说吧哥 婚社会的代价 太大了 好 好 好